兰花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不赶紧把门打开 你也不看看是谁过来了 我这个皇太后来了 还不快快出来迎接我 快点把门打开让我进去 我站在门口算马门子时 叫邻居看见我这个老脸往哪放 一大早我倒是哪路神仙过来了 原来是我那个脸皮比城墙还要厚的婆婆呀 怎么着 您过来有什么指示 兰花 你嘚瑟什么 你跟我说话少加枪带棒 你是我儿媳妇 难道不知道尊敬长辈吗 赶紧把门打开 我有事给你说说 你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说呀 我倒是想听听你一大早过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可真是纳闷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 难不成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我有那么吓人吗 婆婆 我也不怕实话跟你说 你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 我也不会在乎 因为咱俩根本就没啥共同语言 我看不上你的装腔做事 你也不喜欢我这个态度 干脆回家得了 儿媳妇 我既然大老远跑到这里来 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 你赶紧把门打开 如果这是解决不了 你就别想在这个家里呆了 嫂子 你赶紧把门打开 咱妈本来就身体不好 你还让她在这里站那么长时间 一大早就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 你也不嫌丢人 怎么个意思 这是老太婆还找了个小救兵啊 也不看看你在这个家的身份 就算带你一块过来又能怎么样呢 嫂子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咱们可是一家人 你怎么说的就跟仇人一样 我跟咱妈来看看你 难道还有什么坏心眼了 难道我是第一天跟你们一起过日子吗 你们母女两个人尾巴往那边翘 我就知道你们想干啥 你们那点小心思 也以为我不知道 行了 不要再说了 赶紧把门打开 我好歹也是你婆婆 你怎么能不尊敬长辈吗 你还好意思自称长辈吗 我想想你之前对我做的事 我都觉得恶心 你现在怎么还有脸找上门来 好啊 你这个女人不要蹬鼻子上脸 别不知好歹 你父母到底是怎么教育你的 难道你嫁进我们家里不应该尊重我吗 现在连门都不给我开 你算什么东西 就是啊 嫂子 好歹你也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你这么做不是降低了你父母的档次吗 你赶紧给我闭嘴吧 你以为你跟在你亲妈后边能有什么作为 少说话 安安冷冷待在这里吧 你到底开不开门 再不开门 我就让邻居也不得安生 到时候咱看看丢脸的是谁 行了吧你 我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算敢说也不敢做呀 你要是给我的邻居添麻烦 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后果自负 你少吓唬我们 想当年你刚刚嫁进我们家来的时候 大气都不敢喘 现在给我们摆什么谱呀 你以为这样的架势能吓到我跟咱妈吗 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好欺负的人吗 实话告诉你吧 你俩要是在跟当年那样欺负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听到兰花这些话 婆婆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儿媳妇 好像和之前确实有些不太一样 心里情来有些发暑 但表面上还是强装镇定 不过跟刚开始的气势相比 确实弱了很多 妈 你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今天早上从家出发的时候 你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好好收拾她 怎么到这里就粘了 小如 你懂什么呀 咱们这次来可是要办大事的 要是因为这点小事跟这个女人闹掰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 妈 我就是看不惯嫂子这个飞扬跋扈的样子 你看 从她跟我们分开住之后 感觉脾气渐长了 越来越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这又能怪得了谁 当初我说什么都不让他们两个搬出来 你哥非得坚持搬家 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养了一个白眼狼 要我说 这是跟我哥根本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要不是这个女人耍了些手段 我哥怎么能被你的五婚三道 行了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 赶紧让她把门打开 咱们速战速决 省得夜长梦多 妈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你现在连门都没有叫开 再说了 嫂子这脾气你能忍吗 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吗 这还是你吗 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你嫂子有多软弱 刚进家门的时候跟乖乖女一样 这才结婚多长时间了 因为一点事就跟我们动手 他们搬出来也好 省得我们天天吵吵闹闹 咱们不能因为她之前的行为就走了 妈 要我说咱们就直接冲进去 管她呢 小如 要出你冲现在这个架势 我看咱们就乖乖在这等着吧 迟早她都会开门的 妈 你可不能长他人置气 列自己威风啊 你得打起十六分精神来和他对抗到底 我还真就没见过你这么怂的样子 这是咋回事啊 到底在怕什么呀 小如 这倒不是怕不怕的事 我就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先礼后兵 后面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怎么说 妈 你得打起十六分精神来 我就不信了 咱俩还能输给这个外来女人 那倒也不一定 这个女人要是发起镖来 咱们两个人加起来也不是她的对手 一会看我眼色行事 妈 哎呦 你现在是干什么呀 这还没开始办事呢 就畏畏缩缩的 这能办成吗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你就等着瞧好吧 妈 要我说 咱们都已经来到他们家门口了 啥也别怕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算是出了什么事 还有我哥帮我们兜着呢 我一听到你哥名字就生气 你可千万别再提你哥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上头了 妈 话不能这么说 我哥好歹也是你的儿子 他肯定跟你是同一战线的 得了吧 你哥什么德性 你还能不知道吗 现在他老婆说的话就是圣旨 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咱们还能指望你哥包我们什么忙吗 反正现在嫂子也不给我们开门 咱们有再多的门道也用不出来 不如给我哥打个电话 说不定他这次想通了 回来好好教训教训他媳妇了 行吧 闺女 这次就听你的 看你怎么跟你哥沟通 最好能让他赶紧回来 我就不相信这个不听话的女人不给咱开门 在婆婆的挑唆下 小姑子赶紧拨通了哥哥的电话 小如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居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自己还有个大哥呢 好久没联系大哥了 妹妹想你了 我这不是打电话关心一下你的生活吗 你少跟我套近乎 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吗 说吧 这次又有什么事求我 哥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说我们是俩兄妹 就算我有事求你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呀 怎么有点阴阳怪气的 小妹 我就知道你给我打电话没那么简单 有事赶紧说事 我现在忙着呢 哥 你看你阴阳怪气的样子 我今天还真没什么大事 就是给你打电话问个好 关心一下你的生活情况 你说这话我是真不相信 咱们上一次通话可是两年之前啊 反正你这人我很清楚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什么识别藏着掖着了 说吧 哥 你看你 咱们明明是亲兄妹 你咋还跟我这么见外呢 我这不是怕耽误你工作 没好意思一直联系你吗 小妹 两年前你联系我是为了借钱 我偷偷借给你五万块钱 你嫂子知道了 差点跟我吵翻天 哥 我那不是有着急的事吗 如果不是手里拿不出钱来 我也不可能跟你借钱呀 我就是看在 你是我亲妹妹的面子上 这才拿出来五万块钱 结果你是怎么干的 说好的还款日期到了 一个钢棒都没给我 哥 我又不是外人 还能拖欠你这几个钱不成 等我手里宽裕了 肯定会还给你的 今天咱们不要再提借钱的事了 我能不提这个事吗 就是这件事 让我彻底看清楚了你的为人 关键时刻连句话都不给我说 你嫂子让我跪搓一板的时候 你为我说过一句话吗 我跪搓一板的时候 你为我说过一句话吗 哎呦 哥 你不说这个还好点 你一说这个 我都有些看不起你 你一个堂堂七尺男 怎么还能怕老婆呢 小如 你懂什么 男人顾驾爱老婆才能发达 知道不 真不知道 我嫂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咋就那么听她的话呢 就是啊 儿子 我感觉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要我说 你就应该找个时间好好收拾收拾她 这样她才能服服贴贴 妈 我们是两夫妻过日子 用得着这么做吗 我就希望我们能安安稳稳的待在一起 你不用在火上浇油了 红强 要不怎么说你是个逆子呢 从结了婚到现在 我就没见你跟我站在一边 张口闭口都是你老婆 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 妈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啊 有事赶紧说 我还忙着上班呢 你们要是打电话 为了挑拨我跟我老婆的关系 那就赶紧刮断了 给你打电话肯定是有事啊 你赶紧请假回家来 家里出大事了 妈 有什么事你们就直说行吧 千万不要再卖罐子了 我工作忙的呢 红强是很简单 我跟你妹妹现在在你家门口呢 赶紧让你老婆开门 兰花又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你们好好跟她说话 她肯定会开门的 是不是你们又吵架了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多事呢 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现在连亲妈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妈 有什么事你们先知会议生行吧 等我忙完手头的事自然就回去了 哥 咱妈已经在门口站了一上午 就算我还能忍着 咱妈还能坚持吗 赶紧让嫂子开门 我问了这么多次 你们就是不说什么事 那你们就在门口等着吧 等我忙完自然就回去了 行了 我有点事 心就这样吧 红强挂了电话之后 直到午饭之后 红强才从公司赶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 红强父亲也到了 要不是我儿子今天下午回来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这个家门吗 我儿媳妇脸可真是大呀 说不让我们进门就不让我们进门 我一看就知道 你们母女两个是在计划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给你们开门有什么用 咱们只会争吵的更厉害 你说是吧 我看你是对我们母女两个有什么误解 咱们现在不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商量吗 这么说吧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为了房子的事情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两夫妻才刚搬出来多长时间 这才刚过了几天肃静日子 你又来搅和什么呀 儿子 你要是不跟我站在一边 你就闭上嘴 安安定静的听我说 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 就是啊 哥 咱妈接下来肯定是有什么大事 你先让妈把事情说完行吧 你别动不动就插嘴 再说了 你又没办法帮忙解决难题 干嘛一个劲的阻止咱妈说啊 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其实自打儿媳妇进门 我们俩的关系就不怎么好 平时也没少吵闹 现在我年纪大了 经不住这么折腾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能搬出去 你可真有脸说这样的话 我们两夫妻在这里住的好好的 凭什么搬出去给你们疼地方 兰花 你怎么好意思问我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的婆婆 就凭我是你的长辈 就凭你嫁过来应该孝顺婆婆 呵呵 看吧还真应了我之前所说的 我就知道你们早上门来没什么好事 大嫂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们搬出去 咱爸和咱妈单独住在这里 还省得你们婆媳发生争吵 这哪里不是什么好事 这对你俩都是好事啊 小如 好事坏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赶紧给我闭嘴吧 这里没你说话的饭 你怎么跟我闺女说话呢 你可是当大嫂的人 就不能有点礼貌吗 说吧 这是你怎么看 我也算是看清楚了 咱们确实合不来 继续待在一起 只会是无尽的争吵 如果你不想跟我住在一起 可以啊 你跟公公搬走就是了 反正这个房子 我跟我老公要定了 你说这话难道不怕遭报应吗 我跟你公公搬出去之后住在哪里 难道睡大街上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怎么适应新的环境 其实你们不用适应新的环境了 跟你女儿一起住就是了 反正你女儿这么孝顺 你们老两头待在那里 应该不会让她为难吧 从刚开始到现在 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是想着你好歹 也是我的儿媳妇 给你留点脸面 你怎么能越说越过分 就是 你也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今天来这里 就是想要跟你商量这件事 而不是故意跟你吵架 对呀 嫂子 你千万不要 不是好歹 这房子本来就是 咱爸妈名下的房子 现在你要是搬出去 还能体面的走 到时候 咱爸妈要是把你赶出去 那可就丢人了 这还没说几句话呢 鼓里尾巴就露出来了 怎么就想着让我们两夫妻搬出去 你住进来吗 我跟你说门都没有 这是我的房子 我说了算 我愿意让谁住就让谁住 现在我看你不顺眼 想让你搬出去 趁咱们双方还都能好好说话 赶紧把问题解决了 我看谁敢把我赶出去 我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 谁要是敢动手 我就让他满地找牙 你看你这话说的 怎么跟泼妇一样 我记得你刚嫁进来的时候 不是这个样子呀 现在怎么动不动 就要跟别人动手 就是啊 嫂子 你一个女人家 不要老是把满地找牙 这样恶俗的词语挂在嘴上 你不怕丢人吗 我现在都懒得跟你们一家人说话 现在除了我老公 我谁都不想理会 我一想到你们之前对我做的事 就觉得太恶心了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那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现在讨论的是房子这件事 你不要给我扯那么多有的没的 你要是这么说 我今天还就是跟你好好掰扯掰扯 之前的事情 你儿子一个二婚 能娶到我已经是很大的福分了 结婚之后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变成这样都是拜你所赐 你自己不争气 要学坏 怎么还能把黑锅扣在你妈的头上呢 你们是不是不记得 我刚结婚的时候 你们给我立的各种规矩 你们是不是忘了 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全都归我管 我现在想想 没明白你们哪里是找儿媳妇 这就是找了一个免费保姆呀 真没想到你还因为这些事斤斤计较 你既然嫁到了我们家 难道不应该干家务 不应该为这个家付出吗 当初我们没有嫌弃你 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没想到你竟然故意找茬 看来这次你必须要搬出去 咱俩根本就没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我可是记得太清楚了 你们每天都骂骂咧咧 现在还跟我讲素质 小如天天来家里蹭吃蹭喝 还拿东西走 从来也不搭把手干活 现在还好意思跟在你们屁股后面耍威风 嫂子 我人就站在这里了 你怎么能先口胡说呢 小妹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得帮你嫂子说句话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煽风点火的样子 别人不知道你 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你不会自己啥样不知道吧 哥 你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每次遇到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 你总是拎不清呢 我可是你亲妹妹 你到底跟谁是一条线呢 上次你嫂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难道你忘了吗 如果不是你把东西递到了咱妈手上 你嫂子能变成这个样子吗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给你媳妇动手了 你现在长大了 自己有本事了 愿望你妈的本事都能做出来 愿望你妈的本事都能做出来 行了 咱能别再演戏了吗 在你们家过了这么多年 很多事我都看清楚了 红墙为什么跟第一任妻子离婚 就是因为忍不了你们这么欺负他 这都是你嫁进没来之前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呀 不要在这里给我们乱扣帽子 你可真是头发长见是短 咱们现在说房子的事情了 你又扯到哪里去了 你不要以为东拉西扯房子的事 就可以就此打住 我知道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好人 从我嫁进来 每天都要按时给你们做饭 一天三顿伺候老小 我有说过一句越言吗 没想到这样做 还是没办法得到你们的认可 我还是那句话 你既然决定嫁给我儿子 就应该做好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准备 只不过是给我们做几顿饭而已 有什么可抱怨的呀 嫂子 哪个女人结婚之后 不是为婆婆家出力 这种事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嘛 就算之前你们对我做的事 全都可以不计较 月子期间你们不出手帮忙也就算了 还想办法偷拿我娘家给的礼钱 得了吧 你少给我们造谣 你说这话有人信吗 我当了妈之后 还以为咱们之间的关系能缓和一点 没想到越来越差 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就算为你们家付出再多 也换不来一丝一毫的信任 我也没必要继续做尽自己 老虎不发威 你们还真把我当病猫呀 你又在扯些什么 赶紧把话题转移到房子上来 咱们现在要说你们什么时候搬出去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还是 当年那个任由你们宰割的小绵羊样 我告诉你们 谁要是敢轻举妄动欺负人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你们要是不怕就大胆的来 而媳妇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婆婆突然有些害怕 脸色变得铁青 情绪有些低落 拖着家人赶紧灰灰溜溜的离开了 婆婆 你这次表现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也太霸气了吧 红墙 我本来也不想跟你家任何人闹掰 但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十倍还之 老爸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看着爸妈这样无理取闹下去了 都怪我那个不听话的妹妹 老是在我妈面前说我们的坏话 他们肯定不会就样善罢甘休的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想怎么样 妈 你跑什么呀 咱们善还没办呢 你跑得倒挺快 你怕什么 就是啊 老婆子 我还在这呢 你跑什么呀 咱们拿回自己的房子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俩都想多了 我怎么可能怕那个女人了 我是觉得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看她那个德行 随时都有可能会咬我们一口 硬碰硬是行不通的 咱们要学会智取 老婆子 这话倒是有点意思 出来听听 快点说一下嘛 到底怎么智取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方法了 这个嘛 咱们要是跟她硬碰硬 闹得鸡飞狗跳 邻居肯定会看笑话的 现在不是有很多专门调解家庭纠纷的媒体节目吗 咱们如果求节目帮忙 事情应该更简单一些 老婆子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看来还是女人家细心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妈 还真没看出来啊 你还能想到这样的方法 我感觉这个方法靠谱 正好可以让那些调解员帮忙整治一下那个女人 咱们今天回去安安稳稳的睡一觉 明天早上起来 所有的问题都能轻松解决 只要你们好好配合我演好戏 一定可以获得咱们想要的 到了第二天 婆婆把自己的亲戚带来过来 兰花 听你婆婆说 你经常在家里教训她 动不动就吵吵闹闹 她觉得你们没办法和平相处 现在想让你们搬出去住 你之前真的教训过你婆婆吗 婆婆说的没错 我确实把她搞得鼻青脸肿 这没什么可否认的 我敢做敢当 大姑 我们说的没错吧 这个女人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别看她表面唯唯诺诺 实际心肠读得很 你们都听到了吧 她在你们这么多亲戚面前 也一点没有收敛 可想而知 我天天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们可一定要替我这个老太婆 讨回公道啊 儿媳妇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还不能好好说话吗 现在有这么多人 你还这么猖狂 真不知道私下里狂到什么地步 我不想跟你们在这里吵架 也不想再跟你们有什么牵扯 你们赶紧走吧 你给我等着这些七大姑八大姨 教训不了你 我已经叫社区工作人员来了 我就不信还治疗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兰花女士 你能详细说说你们之间的矛盾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社区工作同志 你在这里听他们说那么多没用的 我奉劝你一句 不如回家早早休息 看到兰花的态度 社区工作人员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也对婆婆和小姑子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我刚嫁入这个家的时候 也希望跟婆婆和小姑子好好相处 毕竟我们都是女人 我也清楚的知道 婆媳关系有多重要 你少说的那么冠冕堂皇 要不是因为我儿子有吸引力 要个头有个头 要工作有工作 你能死心塌地的待在这个家里吗 说起来也怪我 我总以为是是听从婆婆的吩咐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 没想到她竟然习以为常 动不动就欺负我 妈 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是不是我出去打工的那几年 你们真欺负我老婆了 哥 你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女人还没说几句话 你又开始责怪咱妈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在撒谎 红墙外出打工的几年里 之前我是在老家跟着婆婆一起住的 我连正常的生活都没过过一天 当时同住一个屋檐下 我们喝的是一缸水 但是因为我身体比较瘦弱 不会挑水 所以只能喝他们挑来的水 婆婆为了不让我喝水 竟然在水缸里加一些材料 兰花 你赶紧给我闭嘴吧 现在可是有社区工作人员和七大姑八大姨在这里 你就说这样的话吗 简直太丢人了 既然婆婆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我也不指望喝他们的水了 所以就找朋友打了紧 买了水泵 结果老太婆还是看不惯 偷偷还是往水井里扔上一些东西 这还让我怎么喝水呀 妈 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我老婆在咱们家付出的还不够多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 你说我养你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 自从结了婚 你就跟孝顺绝缘了 还不是兰花挑唆的 我结了婚过自己的家庭 有什么错吗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就随便扣帽子吧 而且我老婆在这个家里付出了那么多 你连水都不让她喝 你这也太狠了吧 后来我觉得继续忍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 所以就提出搬家 结果公公和婆婆都极力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我离开之后 就失去了一个免费保姆 生活会有很多不便的地方 嫂子 这是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咱爸妈不让你离开 不也是看中你吗 倒是你吵着闹拙想搬出去 真是不明事理 就是就是 再怎么说 咱们也是一家人 你怎么能对家里的长队不管不顾 去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呢 儿媳妇不是我说 你之前你这样的做法 确实有点过分了 你自己搬出去就算了 我儿子还得跟着你一起搬家 让我们老两口以后的生活 还有什么保障 你们能不能先闭嘴呀 我每次说话 你们都要插嘴 这事还能说完吗 再说了 我们搬家之后 你们一家人不照样阴魂不散 天天来骚扰我们吗 你说这话 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呢 什么叫骚扰你们 难道你们不是我的儿子和儿媳妇吗 我们来这里看看 吃顿饭难道不行吗 我实在是不想跟你们彻底撕破脸 你们那叫来看看 来吃饭吗 你们是常年累月在这里蹭吃蹭喝 你们那叫来看看 来吃饭吗 你们是常年累月在这里蹭吃蹭喝 远我的化妆品和首饰都要悄悄带走 就没有你们看不上的东西 你的化妆品和首饰确实是我带走的 你是我嫂子 给我点东西能怎么着 我没让你给我买新的 而是用你用过的旧的产品 这已经够大度了 要不怎么说你们是两母女呢 这形式作风 可真是一模一样 都跟强盗一样 行了 妈 你就少说两句吧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也知道我老婆那几年没少受委屈 现在好不容易过一点安稳日子 秋秋你就放过我们行吗 红墙 你少胳膊肘往外拐 你要是包我 你就说句话 你要是不愿意包我 就闭嘴站在一边 不要让我听到任何声音 人家都说月子之仇不共戴天 我看咱们之间这个心结是说什么也解不开了 我当了妈之后 活泼对我根本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整个月子期间只有南瓜这一样菜 兰花 那时候咱们家什么生活条件你不知道吗 家庭条件就这样 你自己愿意嫁到这样的家 怎么还反过来怪我们呢 现在想想 你确实也太狠心了 寒冬腊月就让我洗衣服 天天吃白菜土豆 连奶水都没有 就算你不在乎我 难道也不在乎你孙子吗 你说这个又让我想起一件事 人家别的女人坐月子都注意保持身材 你坐个月子好吃的吃起来没完没了 我能不心疼吗 说你两句也是应该的 你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难道你不知道 那个时期对于女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我哪有时间管那么多 当时我还要洗衣做饭收拾家务 怎么能顾得上你呢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这个长辈吗 好 就算这些事我不跟你计较 你孙子好好生病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你竟然说好好的坏话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就冲这一句话 我也应该好好教训你一顿 你看吧 终于露出你的恶心的面孔了吧 我就没有听说过 有哪个儿媳主动教训婆婆的 要不是因为你这么说好好 我怎么可能跟你动手呢 没想到你竟然给我下套 让小姑子在家里等着我 一回家就是一顿狂轰乱战 手脚定用教训我 嫂子 你还好意思说这句话吗 简直是不知羞耻 你要给大家讲讲 你是怎么教训咱妈的吗 我说小姑子 你也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 从我嫁进来到现在 受的委屈你也亲眼看到过了 我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应付你们 你们这样对我 难道不怕天打雷劈吗 好好过生日的时候 我炒了一盘番茄鸡蛋 用了两个西红柿 她竟然破口大骂 说我败家 说好好不配吃这种菜 你说我能不生气吧 你这个蛇心肠的女人 反正你对我动手是事实 现在亲戚和社区工作人员都在这里 你要是敢胡说八道 颠倒黑白 大家饶不了你 社区同志 虽然我知道你过来是为了我这个家好 才过来帮我们调解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被他们俩母女利用了 现在他们是想借你的力量 把我们赶走 好占了这个房子 因为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 你少胡说八道了 你不要以为有社区工作人员在这里 我们不敢怎么着你 你要是继续胡说八道 我一定会五个手指伺候你 行了 别再装模作样了 这已经不是你们第一次动员 让我们搬家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动机不蠢 你们赶紧搬出去吧 这个房子说什么也是我跟你公公的吧 妈 其实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我们名下了 现在跟你和爸没什么关系 所以你们也不要再打这个房子主意了 根本没什么用 哥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 你现在不就相当于 把半套房子拱手送给了外人吗 只有留在咱爸妈手里才是最安全的 谁跟你们说房子要拆迁的 不要胡说八道好吗 都到了这一步了 你怎么还要演戏呢 你真以为我一无是处 连个朋友都没有吗 可能你们觉得我一文不值 但是周围很多邻居都看不惯你们的形势作风 早就有人跟我说这里要拆迁了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积极呢 之前还主动提出要帮我们支付租房的费用 亏我还觉得有点感动 原来你们是在算计我们呀 这世上哪有父母看不到儿子过得好呀 你们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哥 你可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咱妈让你们搬出去 给你们付租房的费用 也是为了分担你们的经济压力呀 你怎么能不是好歹呢 收起你这副假面孔吧 妹妹从你之前借钱那件事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这个人除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不在乎 现在跟着咱妈后面应该也是想分一杯羹吧 哥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只是怕咱妈一个人过来被你们欺负而已 毕竟爸妈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谁知道你跟你媳妇会怎么做 我们两个什么都不会做 但是这套房子任何人都拿不走 因为这是我们两夫妻的房子 只有我们可以住在这里 好啊 原来是外面这群长蛇妇搞的鬼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房子早就已经是我的了 等着吧 我一定饶不了他们 我刚开始过来想要好好帮你们劝和 这样听来人家兰花也没什么错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欺人探神 事情怎么能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你这个社区人员怎么说话的 我们把你找过来 是想让你当证人 帮忙收拾一下这个女人 你现在怎么还能跟这个女人同意战线呢 你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要不是你们俩母女这么欺负人 第一个儿媳妇能被欺跑吗 现在兰花来到你们家 也算是一个缘分 好好珍惜吧 这样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社区同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不打算帮我们了吗 早知道就不浪费那么多时间跟你沟通了 结果让你过来什么作用都发挥不出来 眼前的这份状况逐渐让社区工作人员 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 他知道继续待在这里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还不如离开检查 让你们虎子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我就说吧 有些人的表面功夫做得再足 到了实际情况上 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迟早会被人看清恶心的内心 你这是在寒沙摄影谁呢 嫂子 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人吗 小妹 你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 注意的言辞 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没那么简单 不要以为这次曝光你的行为失败 我就会放弃 我跟你说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妈 咱们能别做吗 一家人好好生活 有什么不好的 你为什么天天来找麻烦 让所有人都不得安宁的 红墙 你怎么不问我你老婆是怎么当的 还要是把房子让出来 能有今天这当的事吗 您老怎么还不明白呢 现在房子已经是我们的了 我们两个绝对不会搬出去 你也不用担心 没人给你养老 该进的义务我们都会尽到的 我就知道你这个坏女人不会坐以待毙 现在好了 我唯一的儿子也给你同一条战训 你看我现在不好好收拾你 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咱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过招 你这实力有没有进步 是不是忘了上次怎么收拾你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看这架势 他要来真的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 这次我们就先饶了你 下次你要是再这样 要你好看 说完这句话之后 婆婆他们吓得落荒而逃 人心不足舍吞向 不要拿别人的善良软弱 当作欺负别人的起点 人只有让自己强大了 才不可以受欺负 小云啊 你小叔子的婚事终于谈妥了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你准备好了吗 妈 你让我准备什么呢 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当然是准备买房的钱呀 你弟弟买房结婚是大事 所以我们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老婆 妈说的对 这次无论如何 我们要一起帮弟弟把房子买下来 毕竟弟弟的婚事 一直是爸妈的烦心事 如今正式解决的好时机 那好 一家人互相帮助 我没意见 只是不知道你这个做哥哥的准备借多少呢 什么借不借的 浩宇和浩南是亲兄弟 现在兄弟有困难 你们就应该慷慨解囊 不求回报 我和你爸已经商量过了 准备把我们全部的积蓄拿出来 剩下的就是你们做哥嫂的事了 妈 你说什么 你和爸爸全部的积蓄 都拿给小叔子买房 那以后你们的养老生活怎么办 瞧你这话问的 我们一直在你这里吃住 以后当然也是一样的 至于养老问题 我们有两个儿子 还用得着发愁吗 老婆 这话就是你问的不对了 我爸妈辛劳一辈子 都是为了我们兄弟俩 那你和我以后自然是要养他们的 那好 我说回刚才说的话 不过我还想问一句 给小叔子买房 你们准备了多少 又要我们准备多少呢 我和你爸已经去把房子看好了 那房子总价是150万 我们准备了50万 剩下的100万就由你们负责了 什么 100万 我没听错吧 我和浩宇工作这些年 满打满算顶多也就30万积蓄 怎么可能拿得出100万呢 那是你们的事 我就不管了 总之这是你们要尽快想办法 我只有一个要求 千万别耽误浩男结婚就行了 妈 你放心吧 这是我会让你满意的 保证一个星期内就把钱凑起 看来还是我儿子贴心 不像有的人 总对我的要求 推三阻四的 看来他根本就没有 把我当亲妈对待 不然也不会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地顶撞我 妈 我从来没想过要顶撞你 只是我们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难道我没钱 还要假装告诉你我有钱吗 再说了 浩南结婚 那他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出一些呢 而且我自己也是有两个孩子要养的 如果我把全部家当都给了浩南 那我们以后的生活还过不过呀 张晓云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都已经答应妈了 你怎么越说越起劲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计较长计较短的 那这个家还有温情可言吗 浩宇说的对 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应该有力往一处使 可是妈 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呢 不如这样吧 房款150万 我帮忙出10万 加上爸妈的50万 付个首付绰绰有余了 将来浩南成婚后 他可以慢慢还贷款 如此一来 帮也帮了 房子也有了 大家也算是皆大欢喜吧 不行 如果不再婚前把房子全款买下 那万一以后离婚 女方要分房产怎么办 再说了 浩南的工作也不稳定 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他哪有能力还房贷呀 且不说这个贷款的问题 但是以后他自己家庭的开支 我估计都怪男为他了 你作为嫂子 怎么好意思给他添加负担呢 妈说的对 这个房子我们必须全款买下 这对弟弟而言 才是最好的保障 而且如果我们全款买下房子 不单单是在女方面前 就连咱们这边的亲戚朋友 也会对我们的实力大家赞赏 到时候谁还不会高看 我们王家眼呢 只怕连未来的弟媳妇 也会对我们言听计从 你们的想法是美好的 可你们也要正视 我们的现实问题呀 家里总共就这么多钱 哪来的自信 让你打肿脸冲烫子啊 那好吧 既然你口口声声咬定说 家里没钱 那我也就信了 不过这个房子 是非买不可的 你不如回娘家想想办法呀 对啊 这个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我们口袋没钱 可是岳父岳母一定有钱呀 而且你是独生女 他们的钱自然也都是你了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想让我回娘家 拿钱贴补你们吗 这事我可做不出来 再说了 我爸妈的一点积蓄 也是要留着养老的 好媳妇 你想歪了 你是我们王家的媳妇 我对你敢说一个要字 可对你父母 我们当然是借了 没错 是让你回去跟他们借的 我不是白拿的 所以你就放心吧 向来听说 你父母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人 在外面的好名声 我可是不止听说过一次了 想来这次我们有困难找上门 他们也不会推辞的 是的 我岳父岳母真的很好 否则也不会教育出 小云这么好的媳妇 我这辈子都很感激他们 那好吧 我先回去问一下吧 不过我不能保证 就一定能借到 好啊 你赶紧去吧 我和浩宇就在家 等你的好消息了 就这样 小云赶回了娘家 还把事情的原委 一五一时告诉了母亲 可是母亲听完 却语重心长地对小云说 小云 这笔前爸妈 是不会借给你的 说真的 自从你嫁到他们王家这些年 你给他们已经帮了不少忙了 家庭里里外外的支出 也都是由你负责 而浩宇呢 他又做了什么 原本这是你们的家事 我不想多说什么 但现在是他弟弟要结婚 这种事情 本应该是他父母操心的 为什么还要让你来出面呢 妈 其实这些年 我做的那些也习惯了 只是这次让我们承担 一百万的房款 我也觉得他们有点过分了 女儿 不是妈挑拨你们的关系 这些年 我那女婿王浩宇 在你身上也占了不少便宜吧 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妈 其实浩宇就是平时爱玩一些 可是关键的时候 她还是很顾这个家的 好吧 婚姻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只是你婆家这些 没完没了的糟心事 他们总是当甩手掌柜 让你来当枪头鸟 你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了 我问你 如果说你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都拿去给小叔子买房了 那你们下个月的房贷怎么办 这个我还没想过 可我也跟他们说我办不到的 结果他们就让我来找你借了 女儿 妈都不知该如何说你了 你们帮人也要知道分寸呢 自己连下个月的贷款都拿不出来 还要去帮别人全款买房 也太可笑了吧 我看这一对母子是故意这么做的 原先他们在你身上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你都一一满足了 现在他们自然就得寸进尺了 问你要这样那的 你要是拿不出来 那他们就把枪头对准我们 因为他们知道你是独生女 你的事情我们肯定会帮的 所以他们肆无忌惮 说到底 就是因为你被他们拿捏惯了 你性子软 既害怕他们疏远你 又害怕你的孩子没有完整的家 这些都是软肋 而他们呢 一贯唱的一出好戏 既能当红脸 也能当白脸 把你呵斥了几句之后 又给你几颗甜枣 即便你再不情愿 你也不敢忤逆他们 妈 你好像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我心里确实不想出这笔钱 可又架不住他们说三道四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一百万不是小数目 亏他们想得出来 即便我们愿意借这笔钱 但想到他们一副得逞的样子 我心里就十分生气 你说他们让你来借钱 那到时候谁来还钱呢 是不是借的人来还呢 而你又是我们的女儿 我能天天催着你还债吗 这就是他们母子的算计啊 为了自家的小儿子受益 你那个婆婆无所不用其极 可是浩宇呢 你是他的妻子 他居然也这么待你 这一点就不能原谅 妈 照你这么说 那这个钱就不能借了 可是我回去要怎么跟他们说呢 女儿 我说你性子怎么就这么软呢 一点都不像我们 他们的算盘都打得这么响了 难道你还要担心他们的手痛不痛啊 妈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只是我也有些为您 我确实不想因为此事 让浩宇怪我 更不想回去之后 说他们的白眼和冷嘲热讽 也罢 这时就由我替你做主吧 你回去告诉他们 我愿意借钱 但必须由你小叔子过来 给我打个欠条 我知道之前他们一家 一直问你要钱 但一次都没有还过 如今也想让我无条件付出 那就没那么容易 妈 你说的对 你和爸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 不是大风瓜来的 他们既然提出要借 那自然是要还的 不错 我也是看在你的份上 才肯帮忙替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 不过 借这么一大笔钱 你那不务正业的小叔子 一定是没能力还的 所以一定要让你公公婆婆来做个担保 这样我才肯借 这恐怕行不通 我婆婆那个人一向强势惯了 我估计他不同意这么做的 不同意更好 我肯借钱 没要他们利息就不错了 他一个要借钱的人 凭什么这么多要求 除非就是他心虚 不想还这笔钱 你要记住 打欠条的是你小叔子 担保人只能是你公公或者婆婆 千万不能是大名 否则这笔钱最后又成了你的债务 那就真的有去无回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想想这些年 他们确实总是想方设法 在我身上的好处 我越是鼓软 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要不是你今天给我这么一分息 我不知道还要这么糊里糊涂多久 我现在就回去把情况讲一讲 如果他们还是这么不顾我的死活 特别是打着算计你们的算盘 那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再忍了 你总算回来了 我让你回娘家借钱 借得怎么样了 亲家他们怎么说的 我妈她说不同意借给我 但是却愿意借给浩南 什么 你这话我怎么不明白呀 你是她的亲生闺女 她都不肯借 反而要借给一个外人 这是什么道理呀 我妈说房子是买给浩南结婚的 所以必须由她亲自去借钱 还要写一张借条 张晓云 你说你这办的是什么事 我们在家等了你一天 你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结果 这亲家母如今做事 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呀 是啊 明明都是一家人 何必提这样的要求呢 依我看 明天你就随便写一张借条给你妈 然后让她把钱打过来就行了 王浩宇 你说什么 是你们让我回娘家借钱的 这借条不应该由我写吧 将来谁来还这笔钱呢 这还用说吗 你借的自然是你还呀 再说了 你父母那边的积室肯定不少 这还钱的事情也不用急 你说是吧 不过你既然觉得为难的话 那这个借条就由浩宇来写 这总行了吧 小云听到这话 心想果然正如母亲意料的那样 不行 借条由浩宇来写也不妥 到时她一个人 怎么承担得起这一份债务呢 还是说你们压根就不想还钱呢 老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只要能让你母亲借钱 谁写这个借条不一样呢 这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不过呢 既然都要打借条了 那我提议直接借个150万吧 反正都是借 也不差这一点吧 我儿子说的对 既然亲家母能拿得出100万 想必多出个50万也是轻而易举的 话说回来 你这老丈人一家 藏得可真够深的 往日见面的时候 也看不出来 他们那么有钱 竟然还留有这么一手 你们说够了没有 之前还打算要借吗 如果说你们确定要借钱 那就听好了 明天让浩南和公公婆婆 亲自到我娘家当面说清楚 浩南写借条 公公婆婆做单吧 这样你们才能借到钱 否则一切就免谈 张晓云 你说什么 要浩南写借条 还要让我们去担保 你们是疯了吧 万一以后浩南还不起这笔债 那我和你公公 岂不是要负全责了吗 简直是无稽之谈 你觉得这个要求很荒唐吗 可我觉得这样的要求 再正常不过了 除非你们是不想还钱的 再说了 是浩南要买房成家 这个责任自然也要他自己承担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 我妈肯借100万 已经是他们的底线了 你们想多要50万 那是不可能的 浩宇 听听你媳妇说的蠢话 这才回去娘家一天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竟然一直跟我顶嘴 简直没把我这个婆婆 放在眼里 张晓云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用这种口气 跟我妈说话 我父母年纪都那么大了 怎么还有皇钱的能力啊 你们怎么想的 居然让一对可怜的老人 来负全责 那往后他们的日子 还过不过了 你也知道 经常背负这么一个债务 那往后的日子 肯定不好过 那你为什么要主动背呢 是不是准备以后 由我来还钱呢 是又怎么样 你亲口跟你爸妈借的钱 那自然是你亲自去还钱了 况且那是你亲父母的 你还不还的 又有什么要紧了 呵呵 你们终于把话说开了 你母亲敢当着女方的面 直接拍板要买房子 曲子唱得这么高调 原来一开始 就是想占我娘家的便宜 你们知道 我父母就我一个女儿 所以想方设法 让我回去借钱 等到手之后 这笔债务你们就会不了了之 而我父母又无可奈何 你们这如意算谈 打得可真好啊 把我和我妈都当成傻瓜了是吧 可是你们没想到吧 就你们这点伎俩 别人看不出来 我母亲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你现在知道了 又能怎样 这里是你夫家 夫家就是你的天 夫家的困难 你就应该赴汤导火 就是 我妈说的对 小云 你老实告诉我 到底是你母亲不肯借钱 还是你不肯借钱 我记得你以前都是有求必应的 而且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也不是难事 只是把左边口袋的钱往右边挪一点 这又能怎样呢 如今你父母手里真有这笔钱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雪中送烫了 这样的情谊 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行了 收起你们这种假惺惺的样子吧 以前我自己有钱 你们想买什么 我可以紧要买服 可现在要用的是我父母的钱 我作为他们的子女 自然也要为他们多考虑一些 我就一句话 想要借钱 明天就去打借条吧 小云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难堪啊 你也知道 我爸妈是很看重面子的 本来想着买房后 能在亲朋好友面前显白一番 现在你们又要写欠条 又要做担保的 这让他们心里还怎么高兴得起来 那是你们的事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想借钱 必须要写借条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和我们作对 亏得我母亲 还经常跟邻居夸赞自己的儿媳妇 有多么的懂事实大体 你现在就这样让她打脸吧 不错 我今天还跟别人讲 是你主动提出买房给小叔子结婚的 人人都说 你是万里挑一千载难逢的好儿媳 可你倒好 回了娘家一天就被你母亲教育的一滩糊涂 这要是传了出去 我的脸面还往哪放 人家背地里不仅会笑话我说大话 更会指责你娘家是个伪君子 婆家遇到困难 居然袖手旁观 你们不必给我戴高帽了 借钱打借条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谁借钱就得谁负责 凭什么白败让我们吃哑巴亏 再说了 这是家里的私事 你们要是不说出去 也没人知道 即便人家知道了 我就不信外面的人都是这么拎不清的 除非是你们口是心非 张晓云 你怎么就软硬不吃啊 一百万对你母亲来说不算什么 拿给我们家用用又怎么了 都是一家人 何必计较得那么清楚 既然你说我们是一家人 那我倒想听听 你对一家人是怎么定义的 在你的定义范围内 我和我爸妈是你的家人吗 还是说这些年 你根本就只是当我是个提款机 根本没把我当自家人 你既然这么问我了 那我也想问问你 你对一家人是怎么定义的 在你的定义范围内 我必是你的家人吗 为什么他现在遇到这样的人生大事 我们全家都急得团团转 就你一个人是不关起 高高挂起 说到底 你还不是没把我当一家人 就是 活家有事的时候 你理应竭尽全力 不能有任何怨言 别说是区区一百万 就算是一千万 你也应该去想办法 再说说 你娘家父母 现在他们还有点钱 还算得上有点用处 要是肯诚心诚意借给我们 那我就还认他们这个亲家 那如果我们就是不肯借这个钱呢 你又当如何 那好办呀 想想他们的养老问题吧 他们把钱看得那么重要 难不成 他们能跟钱过一辈子吗 还有 你父母一辈子就生养你一个女儿 还把钱拽得那么紧 看来你这个女儿也不过如此 在你父母心里 你根本就是不值一提呀 就你把钱看得轻飘飘的 所以你倾尽所有的积蓄 全部拿给小儿子买房 然后又把养老问题堆到大儿子身上 这么多年 你和公共事事都为小儿子考虑 不曾为浩宇想过一思一好 更加没有为浩宇花过一分钱 那是不是也说明了 浩宇在你们心中不值一提 毫无分量可言呢 妈 小云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从小到大 你就让我处处让着地 不管是好的香的 你都是以弟弟为先 你是不是太偏心了 王浩宇 原来你也不傻呀 你也会考虑到这一层 你再想想 你父母的钱全部给你弟弟 然后养老压力又都给了你 你弟弟成家后 你又要帮他们对一身债务 那你以后至少十年的日子 都是难以出头的 这些事情乃至方方面面 你妈有心疼过你一点点吗 妈 这也太不公平了 亏我还一直都听你的话 没想到你竟然一点都不心疼我 浩宇 你别给他的花言乔雨给骗了 这是他的离间计 你没听出来吗 什么离间计 我可没有你那么多心眼 浩宇已经洞察出了你的偏心 你何不大的方方承认呢 不过算了 你们母子之间的事情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浩宇要是足够聪明 不想再当大傻蛋的话 用不着我多说 他自然会和你们划清界限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让你办事不成 居然还挑拨我们的母子感情 我告诉你 要是浩南的房子没买成 你和浩宇的婚姻也就到头了 这事就不用你费心了 你不说 我也已经决定离婚了 我不得不夸你一句 你这个婆婆很厉害 小儿媳还没娶进门 大儿媳又被你赶走了 你就准备让自己两个儿子 打一辈子光棍吧 老婆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离婚 都是我妈不好 我不该听她的怂恿 我明天就把她送回乡下 不给她养老 以后我就听你的话 我们单独过 这样可以吗 儿子 你疯了吗 你竟然为了你媳妇 要把我送去乡下 以后你叫我怎么活呀 妈 你不是最疼爱的 老公 发生怪事了 你妈突然往我的账户里 赚了十五万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有没有给你说过这件事 我妈也没给我提过 我也不知道啊 老婆 既然是咱妈转给你的 那肯定是给你花的 你就收下吧 我可不敢这样做 你也知道你妈不喜欢我 如果这是她对我的考验 我要是直接收了 那就闯祸了 婆婆的气场太强大了 我可得罪不起 不是还有我这个老公在吗 我还能让你吃亏吗 我妈以前当过领导 所以比较强势 但她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不会太为难人的 我知道 如果不是我娘家的原因 我估计婆婆会喜欢我的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婆婆就说她喜欢我这样温柔善良的女孩 好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想了 傻老婆 我现在就去找我妈 帮你问问她这操作是什么情况 于是王强就找到母亲去问事情的原因 妈 你怎么给我老婆赚了十五万块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的这一举动可把你儿媳妇吓了一跳 儿子 以后你的工资就别给我了 从现在开始 一切都交给你老婆保管 这十五万块钱 是你这两年的工资存下来的 妈 你发烧了吗 还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居然主动要求我把工资给我老婆 你不是不喜欢我老婆的吗 以前我确实不太喜欢她 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 究竟是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妈 你快和我说说 上个月 我跳广场舞的时候 把腰给扭了 疼得我只能躺在床上 连上厕所都起不来 你爸爸还没退休 没法照顾我 而你又是个大男人 不方便 我本来想请个保姆的 谁知道你老婆主动说 要来照顾我 我知道这个事 我老婆说请保姆 哪有自家人照顾的周到 况且她现在没有上班 在家备孕也没有事情做 她说想缓和你们直接的关系 起初我是不看好她这样做的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 哪会有耐心去照顾老人呢 后来我想给她一个机会 如果她做得不好 再让她回来也不算为难她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她真的能放下隔阂 全心全意地伺候你 月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 当初如果不是她的善良 我也不会娶她 毕竟我是高干子女 你是一个懂得疼老婆的好丈夫 比你父亲强多了 当时我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白天你老婆真的是 帮我擦屎擦尿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但你老婆甚至没有皱眉 或者抱怨一句 她严格按照医生给的方案 帮我按摩 给我做营养餐 她什么都做得很好 有的时候晚上我想出去方便一下 你爸都嫌弃我脏 嫌弃我麻烦 所以我觉得挺委屈的 我最亲近的丈夫 还不如嫁进来的儿媳妇 你照顾了我爸一辈子 她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照顾人 是啊 也是对我惯出来的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你老婆真的可以毫不嫌弃的 伺候了我一个月 我想即使是亲生女儿 也做不到这一点吧 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 因为她娘家言而无信 所以我才把气撒在你老婆身上 对她没有什么好脸色 我以为她会因此恨我 现在看来还是我小心眼了 妈 你也别这样说自己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错 只是因为我丈母娘的原因 才导致你们之间有了隔阂 当初彩礼本来约定好是十六万八 可临到眼前 我丈母娘后来又涨了十六万 最后结婚的时候 又要了六万的上教礼 而且我们这里的习俗 是新娘要把婆家给的彩礼 全部带回来 一开始我丈母娘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我才痛快的一次 把钱都给了 谁知道她最终会出而反而 一毛钱也没让月月带回来 月月还为此跟她妈妈吵了一架 但是那毕竟是她亲妈 总不能就断绝关系吧 就因为你丈母娘的贪婪 不仅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做都挺好的 哪有那么多钱 这放谁身上都心疼了 后来我看你老婆不打算追究这件事了 我就觉得她是个伏地魔 所以我才让你把工资都交给我保管 每个月我只赔你们生活费 我就是怕你老婆会把钱往她娘家送 不过经过这两年的观察 你老婆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知道她娘家妈太贪心了 所以她很少回娘家 逢年过节送的节礼也很普通 月月要是这点事情都不明白 你觉得你儿子我能跟她过下去吗 她娘家贪了彩礼 我不会太在意 因为这只是我们这里的习俗 有的地方彩礼就是给娘家作为养女儿的酬劳 所以我觉得彩礼直接送给她娘家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生气的只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骗我 月月对她母亲的行为也感到很愤怒 所以她现在都不怎么跟娘家联系了 只关心我们家 我也看出来了 所以我才同意把你所有的工资都给她保管 以后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 我和你父亲都有不少的养老金 不用你们养着 等将来你们有了孩子 需要我带 我就去给你们带 不想让我带 我就给你们贴补一些奶粉钱 等我们老了 我和你爸爸还是要指望儿媳妇照顾的 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王强就高兴的回去把话告诉了妻子 月月听了之后也非常的高兴 老公 我真的很高兴 嫁给你两年了 我终于得到了婆婆的认可 老婆 这也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如果当初我妈讨厌你的时候 你也不给她好脸色 那么你们婆媳之间的关系 肯定只会越来越冷淡 庆幸的是 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儿媳 因为你以德抱怨 所以才让我妈发自内心的接纳你 当初是因为我娘家那边做错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挺亏欠你们的 婆婆对我不好 也是因为这个 我妈已经做错了 钱也拿不回来了 但我想 我可以用我的行动来弥补 结果显而易见 人心换人心 我用真心对待婆婆 婆婆也会看到我的孝心 婆媳相处 就是要真心换真心 这样就不会有所谓的婆媳毛 婷婷 你快点给我让开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你一个儿媳妇挡在你公公面前 是什么意思 我看你就是想反天 这是我们老王家 凭什么要你老刘家的人 在这里作威作福 你要是实相 赶快把门开开 我要回老家 你痛快让道 你这个老东西 你自己拿着大包 你想干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包里是什么 今天你跟我说不清楚 我就是不给你开门 你在我这里白吃白入 你还当我的东西 你舔着一张老脸 你真的好意思这么做吗 你真是一个白眼狼 婷婷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堵在门口高声叫嚷什么 你不嫌丢人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急性子 王大勇 你终于回来了 你看看这就是你老爸做的好事 你老爸拿了咱家的钱 现在想一走了之 你说我能让他走吗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是六十万 这六十万是工厂里日常运营的钱 你爸这个老家伙 居然胆大妄为 开了我的保险箱 把这六十万装在了他的包里 现在他就要出门 你说怎么办 我不让他走 现在他还不干 非得要和我对治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就你老爸自己 这笔钱肯定是他拿的 而且他不敢把包开开 让我看一看 婷婷 你先不要激动 这件事情 捉贼捉脏 你又没有亲眼看到我老爸 把这笔钱拿了 所以你不能朝我老爸身上泼脏水 这件事情慢慢问 是不是有别人来咱们家了 万一这笔钱是被外人拿走的 这不就是冤枉了老爸吗 咱们都是一家人 老爸也不能做这样的糊涂事 你等我先问一问 然后再下决定好不好 我老爸之前虽然手脚不干净 但是只是拿一些零花钱 六十万这么多钱 他怎么敢 先不要着急 什么事都有解决的方法 你说这些话 还是一副老腔调 你在问谁呢 你又想袒护这个老家伙 你这个人有没有是非观念 现在偷钱的是你老爸 你老爸历来 就是手脚不干净 他现在做错药事 你还想包庇他 六十万 难道就让他这么拿走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笔钱对于咱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把这件事交给你 你想怎么处理 总而言之 这六十万不可能让他拿走 如果你要是解决不了这件事 我就去找叔叔来解决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咱们的工厂正等着这笔钱呢 啥暮躁 先不要激动 你这样激动又解决不了问题 咱们都是一家人 如果这样大声吵吵 被外人听到了 肯定会被笑话的 我想老爸不会无缘无故 去拿这六十万 肯定会事出有因 这样把这件事先交给我 你就先不要管了 我肯定能帮你解决这个事 这个老爸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是不是脑筋搭错了 还是犯了老糊涂的毛病 六十万又不是小数 这些钱也敢去拿 这种事不是小事 咱们别冤枉老人 先了解一下再说 我看你就是臭不要脸 你自己现在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难道你心里没数吗 这六十万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救美 这笔钱是我们两个一起放的 我们查完了钱 然后放进去的 今天我们谁也没在家 这笔钱怎么就无缘无故的丢了 这有什么可解决的呀 这明摆着就是你老爸拿的 平时你老爸的手脚就不干净 他谈了多少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 没有从你钱包里拿过钱吗 还是没从我的钱包里拿过钱 你比我心里清楚 这笔钱拿到哪里去了 就是拿到你弟弟手里去了 他总是想偷偷摸摸的 把这些钱转移到你弟弟家去 我是我们家老大 弟弟家里面比较困难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老爸肯定是对我弟弟有一些偏心 平时咱们没有少给我弟弟钱和我 所以咱们就睁一眼闭着眼吧 以前的那些事就当过去了 不要提了 咱们今天就针对这六十万的 是去问一问老爸 如果这笔钱是老爸拿的 咱们让老爸把这笔钱拿出来 就当没有发生 如果这笔钱不是老爸拿的 那咱们就得赶快找叔叔来调查一下 既然这件事情和我老爸有关系 就交给我来办吧 咱们不能和老人这样大呼小叫 让别人听得也不好 况且说是不是老爸拿的还不一定 我呸 王大勇呀 你真是个老好人 这种事换做另外一个人 都得直接就想到是你老爸拿的 好 我给你时间 我也给你机会 我看你怎么解决这件事 六十万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没了吧 家里就你老爸一个人 咱们家里连个外人都没进来 你告诉我这笔钱到底是谁拿的 不要告诉我 我冤枉了你老爸 你老爸为什么拿这笔钱 你自己心里难道没有点数吗 你老爸想把这笔钱拿去给谁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以前是一万两万 现在是六十万 你老爸怎么好意思做这样的事 简直是恬不知耻 你不要多多逼人 这件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公论 我先去调查 你等着我 咱们不能冤枉老爸 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 老爸他拿这么多钱他能做什么 他又不做生意 他又没有欠人家钱 他为什么要拿这六十万呢 所以这里面肯定是你误会了 你稍安误躁 咱们先等一等 如果老爸这次做的真的是很过分 我肯定会给你一个答案 平时好吃懒做 总是喜欢躺在床上睡大觉 他能赚来钱吗 他的两个豆丁不能来到城里 那也是我老弟的问题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样说话对我公平吗 我的两个小棉袄 在城里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那是因为我和我老婆勤劳善良 我们在积极的给两个小棉袄 创造好的生活环境 这不是羡慕极度恨就有用的 你这个做爷爷的处处 为你的两个豆丁着想 你有没有为我的两个小棉袄着想呢 我老了 我上了年纪了 我只想着条件不好的 我要去帮一帮 难道你不想让你老弟一家 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你现在有了好日子 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的亲人 在乡下受苦一辈子吗 不过就是六十万 你连这点钱你都不舍得给 你还说什么 你帮助你老弟了 你怎么好意思说呢 给一万两万用你帮啊 你真是桑尽贴梁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平时给了你们那么多钱 你们不知道感恩 反倒是说出这样没有良心的话 你们真的是一群白眼狼 你是我们的老爸 你作为长辈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我老弟那个人根本就是不学无术 他什么活都不想干 他有时间就想啃老 这样的人 你怎么能说是我不想帮他呢 你拿走六十万给他 恐怕也解决不了他的任何问题 你这是害他 既然如此 你就上我老弟家去住吧 我们家的妙小 留不住你这个大佛 好啊 你这个不孝的人 你就是想要把你老爸撵出去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先是诬赖我 现在你又不想帮助你老弟 你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我们一家 受苦受穷 如果你真心想帮你老弟 你就应该给你老弟买房子 把两个豆丁带到城里来 让他们也享受到幸福的生活 你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你真是老糊涂啊 你拿了那么多钱你还不知足 你还要拿六十万 我看你就是疯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六十万 你拿走的是亲强 你以为我会无数次纵容你这样做吗 这次你已经伸手了 我就不可能留你在我们家 你走吧 你既然那么向着我老弟 你就应该去我老弟家里面住 让他给你养老 我既然来了你家 我就不可能离开你家 这里条件都好 你又能赚钱 我凭什么要走 难道你想推卸自己的责任吗 我是你老爸 你就得管我老 如果你不想给我钱 我就要到处去告你 你这次最好是顺了我的意思 把这六十万给我 然后给你老弟买房子 让他们一家来城里住 你这个老家伙就是睁个眼睛说家话 满嘴跑火车 哪有这样不明事理的老人 你把我们六十万给偷走了 然后拿去给我老弟 你自己摸着自己的良心说 这么多年你给他拿去了多少钱 他今天做生意 明天做生意 他的生意都做去了哪里啊 连房子都没有买上 你觉得到底是谁的问题 是我给他的钱少吗 他有钱了就去胡躁 他的钱能攒下吗 他的钱能买上房子吗 你作为长辈你不仅不管 你还纵容他 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我就是帮他一座金山 他也得把这座金山给挖空了 你就是小气 你这个人从来都是抠抠嗖嗖的 你处处说帮着你老弟帮着咱们家 可是你都做了什么呀 你对你老弟就是羡慕极度恨 你知道你老弟聪明 可是你就是不想帮他 因为你害怕帮了你老弟 到时候你老弟超过了你 你心里就会不服气 这么多年你给你老弟一个场子了吗 还是给了一座金山 如果你舍得给你老弟 怎么会不成功呢 都是一家的亲人 你赚了那么多钱 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老弟在乡下 不管不顾 还要说自己对亲人有多么好 我看你就是不要脸 你自己开公司 你怎么就不能把你老弟带出来 让你老弟也开公司 或者是让你老弟在你的公司里做点事 这样你老弟不也能赚到很多钱吗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带你老弟 你老弟怎么可能不上进呢 这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你 你这个老糊涂我简直是无语了 我对你们做了那么多事 你居然把黑的说成白的 给了你几万 你还想要十几万 现在你还想要六十万 还想让我给我老弟买房子 我对我老弟做的已经够好的了 我有穿的就没有忘记我老弟 我给我老弟拿了钱让他去做投资 可是我老弟做了什么做什么赔什么 就像你说的 我老弟不是没有脑瓜 可是我老弟不想去做这些事情 你给他拿了钱又有什么用 把这些钱全部花光了 所以他没有赚到钱 你开始心疼他 然后又不断的从我这里拿钱 我就是你们的免费提款机 你们想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 你偷偷摸摸的给我老弟 拿了那么多钱都不管不顾 这一次你居然偷了我六十万 我肯定不能让你 如果我让你把这六十万拿走 那么我的婚姻就毁了 我也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你让我怎么去面对情景 我看你就是羡慕极度恨 你口口声声说帮你老弟投资 你投资什么了 给了几万块钱就叫投资吗 我这个当老爸的都看不过去了 每个月只给我五千块钱的零花钱 你看看人家那些老爸老妈 每个月不都是领着一万块钱的零花钱吗 你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你如果想给你就多给点 给个一万两万 如果你想给你老弟投资 你就给他拿个几十万 如果你真心想帮忙 你就不会在意这些钱 你就不会在这里翻旧证 做生意有赔有赚 这是正常的情况 你现在这么小心眼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舍不得 我真是服气 这些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都一把年纪了 你居然不知道好歹 我的钱也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 全部都给了你们 你们根本就不知足 现在反过头来还要赖我 难道我让他不上进的吗 难道我让他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吗 我给他那么多钱 他买两套房子都买得起了 可是他干什么了 他把钱全部都扔了 有钱了他就和朋友一起去喝酒 有钱了他就到处去玩 哪是一个当爸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啊 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看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也不能看着你的弟弟 一直在乡下吃苦受穷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为的是谁啊 我不就是想让外面的人 看到咱们家的人都觉得很不错吗 难道我有错吗 如果你真心想要帮助你弟弟 就应该把你弟弟从乡下带到城里来 然后让你弟弟享受到和你一样的生活 这样我的心里面就会好受 我也会心甘情愿的在你们家里待着 我也不可能去惦记你们的钱 你总和我说要靠你老弟自己的能力去买房 你老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薪族 他能有什么钱 就靠他的能力 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在城里买上房子 你怎么就不能帮你老弟多想一想 难道你过上好日子的时候 你就心甘情愿的看着你老弟一家人在乡下受苦吗 我就是把你给我的那些钱 我全部都给了他 我不就是想要让两个豆丁来到城里吗 让他们享受到好的生活条件 你要理解你老爸的心情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你们两个人有一个条件不好的我都受不了 必须两个人都得享受到好的条件 我才行啊 你真是糊涂到家了 以前我总想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做错了那么多事情 我都不想管你 即使我老婆不愿意 我也在极力的压着我老婆 不想让把这件事情扩大化 但是这一次你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你在我们家里住吃着我们的喝着我们的 现在还要投我们的钱 你是我的老爸 你这样做让我太为难了 你让我怎么去面对我老婆 我老婆平时什么话都不说 就是为了顾及我的面子 这次是我求人家我说这件事是误会了 如果你真的有心 你就应该出来和我承认这个错误 可是你没有 到现在你都认为你没有错 好吧 那你就去乡下和我老弟一起住吧 我也不能说不管你 我还是每个月给你五千块钱的零花钱 我已经在城里住习惯了 而且你们家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很好 你们对我也很好 我不想回到乡下去 你老弟也没有这个条件管我 如果我回去的话 还会给他们增加负担 而且你老弟的老婆性格也不好 他也不会好好地对待我 我要留在你们家里面住 今天这件事是我做错了 我以后不会这样做了 我不会偷拿你们的钱 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 要帮助你老弟离开农村 因为农村的环境实在是不适合两个小豆丁生活 我这么说你还是不明白 我不该我老弟的 我不欠我老弟的 我凭什么要给他拿六十万 之前我给他拿了那么多钱 他根本就不知道珍惜 即使到现在你们谁领我的情到我的谢了 这些钱我是辛辛苦苦赚来的 你们在干什么呀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你就没有必要留在我们家了 你该从哪来就回哪去吧 既然你想跟我老弟一起生活 你就永远住在那里 不要回来 我实在受不了你三前两头在我们家搞事情 偷拿我们家钱 我和我老婆无法交代 自从你来到我们家以后 我们家就家宅不宁 每天都会吵吵闹闹 有时候我真后悔 我就不应该让你上我们家来 你就是天生难害我的 你并不是来帮我的 我的初心是好的 我想让你来我们家享福 可是你拿着我们家的钱去给我老弟 而且那绝对是一个无底洞 根本就没完没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这就是想要把我们家给坑了 长痛不如短痛 既然如此 你也不想道歉 你就应该从我们家离开 但是这笔钱你必须给我留下来 六十万可不是小数 除非你想进去吃窝头 我这一辈子忙忙碌碌 我为的是谁 我就是希望你和你老弟两个人 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没想到你这个人竟然这么心狠 就是今天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你也不能说把你老爸往火坑里推呀 你老婆想要把我送进去 难道你就真的忍心把你老爸送进去吃窝头吗 起放进去的六十万 怎么就无缘无故的没了 你要是拿不出来一个理由 我就和你没完 今天你也不可能走 我知道你想要带着这六十万去给弟弟送去 我看你是无法无天了 你连你老爸都开始在这里询问了 我想要回老家 我又没有说去你弟弟家 你这就是诬赖我 你就是想朝我身上泼脏水 我没见过你的六十万 你该和谁要去 你就去找谁要 好啊 老爸 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已经提醒你了 你就是不承认 事出必有因 你这么晚了拿着这么一个大包要出门 这个包里而且还这么沉 你想干什么 你在我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看你要回老家 我就是黏你 你都不带走的 你要带着我们的六十万给我弟弟送去 我现在让你把这六十万拿出来 你要是不拿 你自己可想好了 你的一举一动全部被监控拍下来了 如果你现在把这些钱拿出来 我就当没有发生一样 如果你不想拿 琴琴要找叔叔 我不会管 你不要让我太失望 我平时没有少给你钱 而且我好话已经说尽了 六十万你都敢偷 你想干什么 大勇啊 你这个白眼狼 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给捅破 不就是六十万吗 你们家里没有进来别人 人 那肯定是我拿的 你为什么非得要找叔叔 你是不是想让你老爸丢人现眼 我知道你现在翅膀硬了 瞧不起你老爸了 你觉得你老爸老了没有能耐了 你明明知道你弟弟家很困难 你为什么不帮帮他呀 而且我也不是无缘无故拿这些钱的 你答应给我的生活费去了哪里 我手里没有钱 我想买什么东西买不了 我手里面没有钱很为难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这个婷婷就没有存好心眼 奥月她不给我零花钱 让我着急 让我捉襟见肘 你是我的皮加克 可是你也对我不管不顾 你们还是人吗 你现在非得逼着我承认 这六十万是我拿的 我就问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们是想要羞辱你老爸吗 还是想要给你老爸送进去 让你老爸吃窝头 我看你就是个老糊涂蛋 零花钱和这六十万能一样吗 你每个月有退休金 我们每个月还要给你五千元 你还要动手拿着六十万 这么多钱是工厂里面有用的钱 这些钱你居然都敢拿 平时你从我们的钱包里面拿钱 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看你就是疯了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 居然敢动手去偷吃六十万 这个包你敢不敢给我开开 我要看你这个包 如果里面没有钱 我肯定和婷婷向你道歉 我还主动给你拿几万 如果这包里有钱 你必须把钱给我拿出来 臭不要脸的大勇 你就是想让你老爸颜面扫地 你要想清楚 你是听你老婆的话 还是站在你老爸这一面 如果我把这个包开开 咱们的亲情就全部没了 我现在就想回老家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老爸 你就让我走 我回老家了 咱们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以后我也不会影响你们了 这件事和你老弟没有关系 至于你怎么跟婷婷去说 那就是你的事了 总之我的包我要拿走 你有法就想去吧 虽然在你们家住着 但是我是自由的 我的腿长在我自己身上 我想走就走 我想回老家就回老家 我想去你弟弟家就去你弟弟家 你们管不着 老爸 你不要当老糊涂了 我一直都很尊重你 虽然你做错了很多事 你怎么越老越糊涂 你自己本身就有退休金 而且每个月我们还给你五千元钱 你这是花不完的 你平时就省吃俭用 你那些钱全部都攒着给我老弟拿过去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平时我老弟好吃懒做 我们该给他拿的钱都拿了 该给搭的屋也都搭了 结果你还是贪得无厌 你还想要拿我们的六十万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能做那么偏心的老人 你吃着我们的喝着我们的 在我们家住着 你还要偏心给我老弟 这一次你简直是太过分了 你居然要把这六十万偷走给我老弟 我现在都给你挑明了 你还不承认你满嘴跑火车 你对得骑我吗 我看你就是反了天了 你是越有钱 你越瞧不起人 我老头子虽然穷 但是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拿走你六十万了 你刚才说你屋里有监控 你非得逼着我承认拿走你六十万 你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今天你必须要我走 你们两口子都不是好人 你们要一起来冤枉我 要讹诈我 我老头子如果再继续待在你们家 恐怕连老命都得搭在这里 你有啥资格翻看我的包 我说过我的包里就是我的衣服 你现在逼着我承认这件事 你就是没存好心 一会儿我心脏病发作了 全都是你搞的 你要承担责任 你就是想逼着我承认 我把这六十万给你偷走了 然后拿去给你老弟 我就不承认 只要你没抓到现实 我就不承认 我看你就是嘴白硬 你总是想占便宜 你看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好 然后你在心里面就觉得不平衡 就想给我老弟多拿一些钱 平时小偷小摸我们都不说话 我们的钱包里经常少钱 这些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不要以为我没有找你说话 我就不知道 我们的房间里面都有监控 这笔钱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丢了 也不可能长翅膀飞了 你说这笔钱谁拿的 如果这笔钱没在你的包里 你就给我开开看一看 你现在不开这个包 就说明问题了 你想要把六十万拿走给我老弟 可是这六十万是我们公司正常运营的钱 如果给了你 我们就无法运转下去了 你是不是想看着我们公司就此关门 我帮你回答 你想要把六十万全部偷去给我老弟 然后让我老弟去开公司 没错吧 我也不想这么做的 今天这件事纯属一场误会 因为我没有拿到零花钱 所以我手里没有钱 我就想去拿一点零花钱 没想到正好看到你们的房间开着门 于是我就看到了这六十万 我不是诚心这么做的 但是你不能让你老爸没有面子 在你老婆面前 如果你这样做 你老婆会怎么看我呢 你还要脸吗 你这么多年做的一出一出的 我念在你是我的老爸 多少次我都挡在我老婆前面 可是你一点脸都不给我留 这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夫妻感情 而且这一次你是彻彻底底的伤了我的心 这可不是小数目 六十万你也敢拿 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你一心只想着给我老弟拿钱 你就没想着我们该怎么活吗 六十万这不是小数 我们少了这笔钱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这么样对你居然买不到你一个好 难道你想看着我们的公司倒闭吗 你的心可真够狠的 我看你就是狼心狗肺 阿勇老爸知道错了 这一次我也不想这样去做的 还不是你老弟一个劲找我要钱 你们又没有把零花钱给我 所以我才着急了 我也是无意间走进你们的房间的 没想到会有那么多钱放在那里 说来说去这件事和你们也有关系 你们为什么没有锁门 如果你们锁门我也走不进去 那可是六十万呀 谁能不动心呢 况且说这六十万又是咱们家的钱 我是你老爸 我拿了这些钱难道有错吗 你要点脸吗 这世界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美式 不劳而获 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轮到你一个人身上 这六十万是我和婷婷辛辛苦苦赚来的 你付出了什么辛苦 你在我们家里住了十多年 在我们家里白吃白住 每个月我还要给你拿五千元钱 你都已经掉到福堆里了 可是你还是不知足 你把这些钱都拿去给我老弟 然后现在你还要偷我六十万 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既然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给你留脸 你还要脸干什么 你的脸已经丢到了外面 你上我弟弟家去住吧 既然你对他这么好 你就应该去那里住 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我今天没想拿走你们的六十万 我无意中看到了这六十万 要说我不心动那也是假的 但是这笔钱我没想着自己一个人独吞 我是想拿去给你弟弟的 因为你弟弟现在遇到了难处 你知道你弟弟的情况一直不太好 而且你弟弟家的两个豆丁都要背书包了 在乡下那种地方会有什么好的环境 所以我一直想要给你弟弟在城里面寻找一个房子 之前我和你说了很多次 你并没有想帮你弟弟的意思 两个豆丁是咱们老王家的根 我这个当爷爷的也不能不管 你弟弟一个人在乡下 你已经混到城里来了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难道你不应该给你弟弟分一杯羹吗 这六十万你们完全可以轻松的赚来 怎么就不能给你弟弟了 你是当哥哥的 这点盲难道你都不想帮吗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你也不怕风大闪的舌头 我平时怎么帮我弟弟的 你又不是没看到明里暗里我少给他赚钱了吗 你也不能太过分呢 这是六十万 你让我怎么去对婷婷说 况且说就是我也不能同意把六十万全部都给我老弟啊 他自己天天好吃懒做 根本就不出去工作 两个豆丁不能带到城里来 那完全是我老弟自己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就是瞒不讲理 你偏心眼到了一定的程度 这次居然把我的六十万偷走要给我老弟 我老弟倒是高兴了 你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是不是想毁了我的家庭啊 是不是想毁了我的公司 你这良心咋这么坏啊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老爸 你居然背着我做了这么多措施 你还不知道承认 还想着让我原谅你 我都一把年纪了 我怕什么错 有本事你就去找叔叔 把我关进去 大不了我就去采缝纫机 但是这六十万我必须拿走 我要让两个豆丁上城里来 凭啥你的两个小棉袄 在城里面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这根本就不公平 我这当爷爷的都看不下去 你老弟心里面更不是滋味 你平时就是这么自私 你从来没有想过帮过你老弟 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这样的话你怎么好意思讲出来 你每个月的退休金也有几千元 你这些钱都攒下来给了我老弟 我每个月给你五千元 你自己只花一点钱 剩下的钱也全部都给我老弟 难道我不知道吗 逢年过节我还要给你红包 这些钱你全部都给我老弟了 我老弟如果是诚心过日子 他也能攒下了很多 怎么就在城里买不了房子 他这个人品质就有问题 六十万你可以留下来 但是你以后得帮你老弟 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愿 否则你老爸就是归西 你闭不上眼 你老弟运气不好 这些年一直都没有折腾出个名堂来 和他的运气有关系 和他自身不努力也有关系 但是我们作为他的亲人 不能不去帮 你老婆是外人 他肯定不能和咱们一条心作为你 你能不帮助你老弟吗 这种事情我并不是没有帮过他 我帮过他多少次 我帮助他创业 也给他指明了很多方向 可是我老弟根本就不是那一块料 我说了很多次 他不仅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去办 而且他把这些钱都给挥霍了 如果他真的有心 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 他把那些钱全给他的狐朋狗友花了 而且处处撑场面 让人觉得他很有钱 他很有面子 他除此之外就从来没有想过家人 他没有想过这些钱 是我们省吃俭用留下来给他的 他也没有想着我有多难 每天要和我老婆闹矛盾 才把这些钱给他 对于这样一个只知道身手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帮忙是真的对他好吗 老婆 你年轻的时候也吃了很多苦 你这一辈子也很不容易 你是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好 都能让你脸上有光 可是这种帮忙并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他 你得想好了 我老弟这个人他是不想努力的 他只想啃老 你这样给他钱只能是扔到水坑里 如果你真的对他好 就应该彻彻底底的和他断绝往来 不能再给他拿钱了 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 总之 我是不会回到乡下去和他一起住的 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已经老了 我管不了太贪太多的事 这次是我犯错了 我不应该拿着六十万 我希望你去和你老婆谈 给老爸留下来 我不想去过那种穷日子 如果你不帮老爸 老爸真的只能走上绝路了 这种事如果传出去 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的 你也不想让老爸这一把年纪 进去采缝纫机吧 到时候也会影响到你和你的后代 这件事情咱们可以在家里面消化 你一定要给老爸留一口饭吃啊 老爸晚年就依靠你了 自从你老妈去世以后 我早就看明白了 你老弟我根本就指不上 我只不过是不想看着两个小豆丁 跟着他一起吃苦受罪 你能理解老爸的一片良苦用心吗 我希望你去给老爸求求情 让你老婆给老爸留下来 以后我肯定不会犯错了 大勇真的是很难 一边是自己的老婆等着自己跟他讲述处理结果 另一边是老爸的苦苦哀求 大勇一直都在宽容的对待自己的老爸 即使老爸偷了他很多钱 他都没有说话 就是想要保住老爸的最后尊严 可是这次六十万事件 真的是让大勇伤透了心 老人如果犯了偏心眼而病 就很难治愈的 所以这次大勇没有心软 直接把老爸撵出去了 六十万自然是被留下来了 大勇也信守着自己的承诺 每个月给老爸五千元零花钱 大勇和婷婷生意越做越大 大勇的老爸回到乡下 根本就不可能和大勇的老弟和弟媳在一起生活 所以他被撵了出来 最终还是大勇给老爸租了一个房子 五千元正好够房费和生活费 老爸现在也知道错了 再也不理大勇老弟了 大勇老弟一家仍然在乡下生活 因为他不思进取 所以谁也帮不了他 端午家宴上奶奶撒泼 逼丽娜爸爸立一毒 你所有的财产都得留给你侄子 我们家的财产可不能便宜了外人 堂弟理直气壮 我可是皇家唯一的男丁 财产可不能给外人 丽娜爸爸反手给他一个大耳光 外人 她是我亲女儿 你特么才是外人 丽娜的奶奶说 要带堂弟和女朋友来城里玩 爸爸向得了圣旨一般 又是订酒店 又是包红包 忙前忙后 好不热闹 丽娜酸溜溜的说 爸 对你亲女儿也没这么热情过 老爸笑着说 小没良心的 我还不够疼你吗 丽娜撇撇嘴 认同了她的话 老爸是个凤凰男 但一点也不重男亲女 反而是个老婆奴 女儿奴 家里的不动产 公司的股份 还有大额存款都在我和我妈名下 不过她确实也有凤凰男的通病 就是每当我和老家人发生冲突 都会让我忍一忍 老爸再三叮嘱 你奶奶他们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 好好招待是应该的 等奶奶来了 你嘴甜一点 好好孝顺她 知道吗 丽娜没有说话 脸上写满了抗拒 我和奶奶感情很淡 我出生的时候 她一听是个女孩 转身就走 整个月子都没有露面 后来还趁着我爸妈不在 把我偷偷抱走 扔到了河边 幸亏我妈发现及时 否则我早凉了 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我妈没有报警 只是和奶奶大吵一架 老死不相往来 她不拦着我爸尽孝 也不会逼我和奶奶断绝关系 但从此不再见老家的人 我和奶奶见面次数本来就少 后来叔叔生了堂弟 他看我就更加不顺 眼看老爸给我花钱 简直要了他的命 每天挖空心思从我家拿钱补贴他的小儿子 大孙子 这次带堂弟和女朋友来 还特地提醒老爸包红包 摆明了就是来薅羊毛的 老爸叹了口气 你奶奶年纪大了 老观念改不了了 就算说话不中听 你就当耳旁风就行了 他偶尔来这么一次 又不是天天来 忍一忍就过去了 他毕竟是你奶奶呀 爸爸看着十分落寞 他不是没试过改善我们的关系 可却改变不了顽固的老娘 又舍不得太委屈我和我妈 在当中不知受了多少气 我不想看老爸为难 只能答应下来 好吧 没办法 看在老爹的面子上 就忍一忍吧 到了高铁站 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 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她们身边是一个提着行李的老太太 眼里闪着晶莹的光 看到这里的兄弟姐妹们 我有预感 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 你今天就要发财了 留下一句八方来猜 你在这个夏天必定财运满满 福气连连 大伯 这是我女朋友郭美美 小伟真是出息了 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郭美美没有和人打招呼 反而直勾勾的盯着丽那家车标 这就是你说的有钱的大伯 老爸的笑容淡了几分 做点小生意而已 谈不上有钱 他轻蔑的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还以为多有钱呢 不就开个破奔驰吗 丽那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二百多万的奔驰 怎么就成破车了 看他穿着一身粗质烂造的假名牌 明显不像有钱的样子 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优越感 丽那直接对道 对不起啊 委屈大小姐了 不过您怎么没让您家司机 开着豪车送您过来呢 是想体验平民生活吗 郭美美瞬间牙火 无言以对 见郭美美吃鞭 奶奶狠狠的瞪了丽那一眼 死丫头 一开口就呛人 懂不懂礼貌 老大 你可得好好教训她 快给美美道歉 老爸淡淡一笑 我女儿被我宠坏了 说话有点直 小郭 你多担待一下 郭美美有些不甘心 但老爸有意无意的扫了她一眼 她也只能乖乖闭嘴 奶奶却不肯善罢甘休 既然这车不值钱 就不用过户给小伟了 你改天带她买辆好的 堂弟欢呼雀怨 大伯 我要马上拉地厂棚的 那种也就二百多万 丽那暗中翻了个白眼 两万都拿不出来的人 好意思说也就二百多万 老爸哈哈大笑 大伯可买不起那种车 只能等将来 小伟赚了钱 买一辆孝敬大伯了 一听要他出钱 堂弟立马闭嘴 姜还是老的辣 买车这件事就被轻轻接过了 老爸存心给堂弟撑链子 带他们去了当地最好的酒店 吃饭的时候 奶奶累坏了 全程只盯着我 都没好好吃饭 我去家龙虾 他赶忙转捉 把龙虾对到他大孙子面前 我去家和牛 他直接连盘端走 平分给堂弟和罗春芳 就连老爸也没捞到半块 我好不容易夹到一块鲍鱼 也被他一筷子打掉 把肉抢到堂弟碗里 女孩子家这么嘴馋干什么 哪来的脸和弟弟抢东西吃 他嫌弃的看了丽娜一眼 大方的把壳扔到丽内的碗里 你就缩缩壳吧 别浪费了 我气笑了 这顿饭还是老爹请客呢 我就只配吃个壳 这老太太忙得上蹿下跳 如漂亮小丑一般 生怕我多吃一口 就把他大孙子饿死 爸爸看着奶奶眉头微醋 显然也觉得他吃相太难看了些 堂弟和罗春芳碗里堆的冒煎的海鲜和肉 和丽娜碗里孤零零的鲍鱼壳形成鲜明对比 他俩一脸理所应当的样子 也没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丽娜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谢谢奶奶 不过这么好的东西 还是给弟弟吧 奶奶 您光顾着给我们晚辈加菜了 自己都没好好吃饭 丽娜加起一根青菜放到奶奶碗里 您也多吃点 这么多菜呢 别客气 奶奶瞪大了眼睛破口大骂 死丫头 放着那么一桌子鱼和肉都不加给我 只给我一根菜叶子 你是存心想饿死我吗 丽娜一脸无辜 奶奶 对不起 我不是认为你只配吃青菜的 本来想给你海鲜还有肉 可每次都被你加给弟弟他们了 我一直抢不过您 只能给您加点青菜了 搞小动作被当众揭发 奶奶的脸色一下子和青菜一样绿了 老爸也趁机教训堂弟 小伟 你看你奶奶 光顾着你 自己都没吃 这么大的人了 还不懂孝敬老人吗 堂弟这才不情愿的挑了半截螃蟹腿 夹到奶奶碗里 奶奶你吃 奶奶不吃 你吃 看我大孙子吃 比我自己还高兴 让老人开心 这就是孝顺 反而某些人就只会做表面功夫 她狠狠的跟了丽娜一眼 大声道 没看见我没茶水了吗 还不快给我倒茶 还研究生呢 一点规矩都不懂 只顾着自己吃 太自私了 一点都不如小伟懂事 郭美美也有样学样 开始支持起丽娜来了 她一扬下巴 你给我把虾包了 丽娜站在原地没动 郭美没火了 我教你给我包虾 没听见了没 以后我和小伟结了婚 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劝你识相点 否则将来你被婆家赶出去 我可不会收留你 丽娜都懒得反驳了 直接一个杯子砸她脸上 给你脸了 郭美美直接哭了 你欺负人 奶奶回过神来 破口大骂 死丫头 想造反是不是 爸爸说道 妈 您冷静点 别气坏了身子 奶奶气得哇哇大叫 好啊 你竟然护着这个死丫头 不等奶奶再骂 丽娜想先一步开了头 奶奶别生气 我这么做可全是为了小伟 这还没结婚呢 就这么嚣张 今天不给她一个教训 以后不得其到小伟头上去 奶奶立马闭嘴 如我所料 老家是重男轻女的重灾区 试婚年龄的女孩非常少 一家有女百家求 堂弟吊郎当的 二十多岁也没有正经工作 高富帅哪样都不沾边 自然在婚恋市场上 没什么话语权 为了传宗接代的大业 奶奶不得不放下 三从四得的老观念 竭力讨好郭美美 可是本心压抑久了 一旦有机会 绝对会加倍讨回来 这就叫用魔法打败魔法 丽娜冷冷的扫了一眼 郭美美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做我们老皇家的主 到底有没有把长辈放在眼里 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 好好孝顺长辈 照顾小伟 否则就凭我弟这条件 我就不信他找不到更好的 不能对奶奶 我还不能对你吗 我 郭美美哑口无言 下意识的看向奶奶 向她求助 可奶奶根本不管她 看她吃别 反而眼中闪过一丝痛快 见没有人围她出头 郭美美委屈极了 你们一家人合伙欺负我 分手 郭美美起身想走 走了就别回来了 你今天是沾了我的光 才能来这么高档的酒店吃饭的 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郭美美又气又急 可环顾四周 显然没有人帮她说话 最后也只能善善的坐了下来 一顿饭都安静如鸡 再也没闹什么一额子 本以为他们能消停一阵子 可短短半个月后 我就接到老爸电话 说奶奶带着叔叔一家又杀回来了 而且这次明确要求要来我家看看 由于我妈早就下了死命令 家里不欢迎任何老家的人 所以只能先把他们一家四口 接到了我名下的大平层 一到家 他们直接大摇大摆的往屋里走 里里外外看了个遍 奶奶 我给你们准备了拖鞋 先换了鞋再进屋吧 换什么鞋 拿那么多穷讲究 叔叔也在一旁帮腔 都是一家人 就别客气了 他轻了轻嗓子 一口浓潭 直接吐在了墓地板上 丽娜脸色难看 堂弟看不下去了 不就是块破毯子吗 什么脸色呢 看不惯就给我滚出去 我搞不懂了 这是我的房子 谁给他的勇气让我滚出去 小伟 算了 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和他计较 深深笑咪咪的出来打圆场 丽娜呀 你看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搬走 搬走 堂弟结婚关我什么事 我为什么要搬走 老爸也一脸茫然 显然并不知情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 如果你不搬走 小伟怎么拿着房子结婚 这房子虽然不小 但将来小伟和美美 生个二胎三胎可就住不下了 堂弟嫌弃的看了丽娜一眼 你也快三十岁了 快点找人家嫁算了 别一天到晚赖在娘家 叔叔大手一挥 这房子你住了这么久 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就不收你房租了 如果美美同意 还可以给你留个小屋 免得将来被夫家赶出来没地方去 他们理直气壮的样子 直接把丽娜气笑了 合着这家人在打我房子的主意 而且一个个都磨正了 动不动就幻想我被丈夫赶出来 无家可归的局面 就不会盼着我好 既然他们不要脸 那我也不怕撕破脸 丽娜直视着他们的眼睛 一字一句的说 这是我的房子 我不会搬走 也不会让黄伟住进来 想要房子自己出钱买 别总惦记着别人的东西 我有自己的房子 没人能赶得走我 只有我赶别人 只要惹我不高兴 无论是未来的丈夫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亲戚 都给我滚出去 死丫头犯了天了 奶奶气得一蹦三尺高 指着丽娜的鼻子大骂 一个赔钱货要什么房子 等将来嫁出去 白白便宜了外人 家产传男不传女 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她气呼呼的看向老爸 老大 你今天就给我个准话 这房子到底给不给小伟 这房子是丽娜妈妈买给她的 我也做不了主 奶奶理直气壮 那就再给小伟买一套 老爸双手一摊 故作为难的说 钱都在他妈那儿呢 老爸是个孝子 对奶奶一向大方 赡养费这方面从来没含糊过 可他也不是冤大头 一旦索要的金额过大 就会把老妈拉出来当挡箭牌 奶奶虽然不甘心 但领教过老妈的彪悍 也只能作罢 奶奶气急败坏 没用的东西 被女人管得死死的 堂弟忽然插嘴道 只要大伯和伯母离了婚 应该可以分到财产吧 这样就有钱给我买房了 哟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老爸的笑容消失了 所以为了小伟结婚 先得把我家搅散了是吧 见老爸真的动了路 叔叔一家三口 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行了 少废话 我问你 小伟结婚 你到底能出多少钱 老爸伸出一只手 五万 算是我这个做伯父的 给后辈的关怀了 叔叔气得的跳了起来 才五万 打发乞丐呢 丽娜忍不住对道 看不上这点钱 那就别要了呗 叔叔看向丽娜 眼神充满了怨毒 死丫头 是不是你挑唆了我哥 他才不给钱的 今天我就代替大哥 好好教训教训你 他抬手就要冲过来 却被爸爸直接撂倒在地 老爸冒吓 感动我女儿 一分钱都没有 叔叔发出一声惨叫 婶婶和堂弟 吓得愣在了原地 杀人了 奶奶立马 堂倒在地上 开始撒泼打滚 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竟敢打弟弟 你爹死得早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着大 结果养出个白眼狼 小伟结不了婚 老皇家的根乱在我手里 有什么脸去见老头子哟 快打 连我一起打 我也不想活了 老爹叹了口气 眼底是说不出的疲惫 爷爷去得早 是奶奶含辛茹苦 把他们兄弟俩拉着大的 所以每次奶奶一闹 他总会妥协 奶奶也吃准了他这一点 可这次的是关系到我 已经触到了他的底线 老爸冷冷的看着他们 十万 不能再多了 奶奶还想说什么 却被老爸打断 妈 我知道打给你的钱 都给老二家了 老二家建房子开店 小伟念书工作 能帮的我都帮了 这些年给你的钱 不下百万 早就够在县城全款买房子了 我的钱 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 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老爸的身家 是他和老妈一手打拼出来的 期间吃了不少苦 甚至落下了胃病 可奶奶从来不关心她的身体 只知道要钱 他满心满眼 只有叔叔一家 果然 奶奶并不满足 十万也太少了 彩礼钱都不够 老爸看着奶奶 轻轻的说 当初我结婚 可没花您一分钱 爸爸结婚的时候 奶奶借口穷 愣是一分钱都没掏 婚房和婚礼全靠他俩 还有老妈家里资助 可半年后轮到小叔结婚 奶奶又是建新房 又是办婚礼 还给了婶婶不少的彩礼 老爸虽然没有和他计较 但这件事一直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可奶奶一点都不愧疚 反而继续胡搅蛮缠 当时是当时 现在是现在 能一样吗 十万够干什么的 至少要一百万 你是他亲大伯 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小伟结不了婚吧 老爸叹了口气 眼里满是失望 他缓缓的说 没钱的话 那就等有了钱再结婚 奶奶故技重施 躺下打滚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老皇家绝后了 可这次爸爸只是冷冷的看着他 再闹 我连这十万都不给了 奶奶还想说什么 可爸爸抢先一步 打断了他 您再这样闹 以后赡养费 就按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来 多了一分钱都没有 眼看乍不出更多的钱 奶奶愤愤起身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收下这十万了 说完气哼哼的走了 两个月后 老爸收到了堂弟婚礼的请柬 因为上次不欢而散 他本来不想去 可叔叔再三赔礼道歉 态度诚恳 说想趁这个机会给我们好好赔罪 老爸心软答应了 毕竟是一家人 也别闹得太僵了 对他们的赔罪 我抱着怀疑态度 可老爸的面子也要给 于是只能请假和他一起回去 婚礼当天 婶婶带着一个秃头男人来到丽娜身边 满脸堆笑 刘主任 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侄女黄丽娜 刘主任 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侄女黄丽娜 刘主任咧嘴一笑 身材不错 很好 我同意了 丽娜看向婶婶 她是谁 婶婶不紧不慢的说 刘主任是小伟他们厂车间主任 老实可靠 事业有成 难得的好男人 他不嫌弃你年纪大 学历高 愿意娶你 只要你们是成了 他就提拔小伟当组长了 刘主任也在一旁憨笑 丽娜 你放心 等婚礼一结束 我立马就回去和老婆离婚娶你 丽娜气得说不出话来 感情为了让堂弟当上小组长 就把我卖给油腻老男人当小三 见丽娜不说话 婶婶与众心肠的劝道 丽娜 你快三十了 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 正好趁这次小伟结婚 把你们的事业定下来 给咱们家来个双喜临门 三十岁就该结婚了是吗 丽娜死死盯着婶婶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婶婶你快五十岁了 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 怎么还不去死呢 婶婶的脸色极为难堪 但碍于有主任在场 所以不敢发作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好心当成驴肝肺 也就你是我侄女 才让你俩认识 刘主任条件这么好的男人 一般人我还不乐意介绍呢 既然他那么好 那你自己留着吧 可千万别给我 他偷偷观察着 刘主任的反应 想笑道 我可是你婶婶 我乐意 你叔叔也不乐意啊 丽娜一声冷笑 管他乐意不乐意呢 正好你俩都没有离婚 不是正般配吗 只要小伟成了刘主任的儿子 别说什么组长 就是主任 这个皇位也要传给他 正好趁今天亲友都在 你俩也把事情定下来吧 母子同时结婚 这才叫双喜临门 小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不管你乐不乐意 一定要嫁给刘主任 只要你成了别人家的人 大哥就不会向着你 家产就都是小伟的了 刘主任 就现在我摁着他 你来把生米煮成熟饭 嘿嘿 小美人哥哥来了 丽娜大喊 哥哥救命 叫也没用 婶婶恶狠狠的瞪着丽娜 人都被我支走了 这里只有我们仨 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 可话音刚落 两个一米九的肌肉壮汗冲了过来 妹妹 我们来了 婶婶傻眼了 你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冷笑一声 没有回答 这次回来之前 老妈怕老家有昏闹的习俗波及到我 让老爸多注意一点 老爸嘴上不服气 说老家人淳朴 根本可能有混混闹 可身体上却诚实的很 连夜给我精心挑了俩保镖 高大威猛 伸手杠杠的 不过怕叔叔沈神心里别扭 所以对外只说是我妈那边的表哥 想趁放假来老家玩玩 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之前 沈神故意把他们支走 但他们找机会折了回来 一直守在附近 这也是我为什么敢直接对他的原因 丽娜冷笑一声 指着沈神和刘主任 他俩想欺负我 给我狠狠的打 在两个五大三层的保镖面前 沈神和刘主任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敢打我 我是他沈神 好害饶力 我根本没做什么 二人哭着求饶 可保镖只听丽娜的 把两人揍得鼓鼓狼嚎 沈神的眼里全是乱毒 高声斗骂 小贱人 敢打我 我要告你 让你赔个倾家荡产 蹲监狱 我们下手有分寸 只是皮肉伤 连轻伤都算不上 丽娜一声吃笑 那你去呀 看警察会把谁抓起来 你意图强奸在先 我们只是正当防卫 后面还想敲诈勒索 我会花重金请最好的律师 让你牢底坐穿 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 黄伟有个蹲大狱的妈 看她以后怎么混 提到堂弟 沈神终于老实了 临走之前 丽娜特意关照了一下刘主任 今天遇见我 算你倒霉 这个仇你就记在黄伟母子身上吧 刘主任恶狠狠的看着沈神 恨不得把她生吞活活了 我们前脚刚离开 就听见屋里传来摔打声 男人的怒吼声 还有女人求饶哀嚎的声音 不过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她既然敢做出这样的事 那这门亲戚我不要了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那就是带老爸离开这里 等我赶到酒店的时候 婚礼已经开始了 堂弟和郭美美喜气洋洋的 站在舞台中央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不禁纳闷 南方母亲明明没来呀 可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奶奶代替沈神 站在南方母亲的席位上 笑容满面的受了新人的礼 整个场面诡异又和谐 意外的是 老爸作为南方家长 也被请上了台 堂弟骄傲的说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必须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大伯 黄氏集团的老总 身家过亿的成功企业家 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黄氏集团那可是个出名的大企业呀 老黄家竟然出了这么个人物 可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这小子可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没想到现在这么有出息了 老爸乐开了花 以锦还乡是每个凤凰男的梦想 这种成就感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看老爸这么开心 我也不忍心上前打断他的美梦 只好等仪式结束再说 可堂弟忽然问道 大伯 等你死了以后公司给谁 此话一出 原本热闹的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丽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赶忙问旁边的大妈 他说什么 旁边的大妈也难以置信 好像是说 大伯死了以后公司给谁 我气不打一出来 电计财产就罢了 还敢周老爸死 老爸的笑容僵在脸上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还是司仪率先反应过来 新郎的意思是 感谢大伯一直以来的帮助 会像孝敬父母一样 照顾大伯一辈子 司仪给堂弟找了财阶相 可堂弟偏偏不领情 反而大声喊道 除非他把财产都给我 否则我才不照顾他 会场死一般的安静 老爸的脸色极为难看 这时奶奶忽然跳了出来 小伟 你这孩子 大喜的日子 说什么死不死的 多不吉利呀 老爸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可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大跌眼镜 你大伯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你可是他亲侄子 这财产不给你 难道还能给外人吗 说到外人 他有意往利那的方向 看了一眼 眼里全是险恶 老爸脸色阴沉 可奶奶却浑然不觉 继续说道 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 把话说明白了 老大 你立个遗嘱 以后财产全给小伟 他给你养老送终 这事就这么定了 利那再也忍不住 大声说道 谢谢奶奶关心 不过老爸有我 用不着堂弟来孝敬 堂弟破口大骂 老皇家的事 用不着你一个外人 来指手画脚 皇室企业 当然该由姓皇的人来继承 你以后要嫁人 不算皇家人 我告诉你 我可是皇家唯一的男丁 大伯的财产以后都是我的 你一个女的 别总惦记着不该惦记的东西 话音刚落 只听啪的一声 堂弟挨了老爸 一个重重的耳光 老爸指着堂弟的鼻子大骂 外人 她是我亲女儿 你特么才是外人 我告诉你 黄伟 老子的公司财产 都是利那的 以后你休想 再从我这里拿一分钱 堂弟捂着脸 呆愣在原地 利那 我们走回家 奶奶哭哭啼啼 老大 这大喜的日子 你非要做得这么绝 一点面子都不给吗 好好的财产 不给自己人 偏偏要给外人 小伟可是你的亲侄子 就和亲儿子 也没差别呀 她恨恨的 瞪了利那一眼 眼底全是怨毒 你非要为了这个赔钱货 六亲不认吗 老爸缓缓地说 做的觉得不是我 是你们吧 我不管 今天你不立这个遗嘱 把财产给小伟 就别认我这个妈 老爸眼中的光消失了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妈 谢谢您多年的养育之恩 阿姨 以后您自己多保重 赡养费 我会按时打给您 老爸最后 看了一眼奶奶 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郭美美忽然大喊 我不嫁了 堂帝的脸一下子仗成猪肝色 你说什么 郭美美不以为然 如果不是看你有个有钱的大伯 谁愿意嫁给你个戏狗 现在你大伯不给你钱 那这回也不用结了 堂帝恼羞成怒 直接给了郭美美一个巴掌 你说谁是戏狗 新娘的父母立马不乐意了 张牙舞爪的扑向堂帝 赶到我女儿 当娘家没人了不成 退婚 奶奶急了 退什么婚 先把18万彩礼还回来 再给小伟20万精神损失费 奶奶带着叔叔和女方父母 打成了一团 好好的婚礼 顿时成了一图闹剧 老爸带着丽娜 头也不回的走了 爸果然说到做到 和老家断了联系 只按法律规定打赡养费 叔叔一家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奶奶在网络上发布视频 声泪俱下控诉老爸不笑 老爸反手晒出赡养费的打款记录 还有堂帝婚礼被要求立一主的视频 奶奶非但没有获得舆论支持 反而收获群嘲 听说堂帝被骂的连门都不敢出 一计不成 他们又去公司门口拉横幅 老爸直接报警 那一家子才终于消停 大半年后 叔叔辗转托人告知奶奶病危了 视频里 他一改往日的跋扈 看着无比憔悴 老大 是妈糊涂了 不该那样逼你 妈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死前再见你们全家一面 否则他死不瞑目啊 老大 是妈糊涂了 不该那样逼你 妈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死前再见你们全家一面 否则他死不瞑目啊 老爸紧凝着嘴唇一言不发 看得出来他内心有所动摇 还是老妈善解人意 我们陪你回去一趟吧 老爸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感激 不过以防万一 这次带了四个保镖 可回家后才发现奶奶根本没有生病 老爸气得当场就想走 可被奶奶拦了下来 老大你心真狠啊 还真得等到我死的时候才回来不成 叔叔一家也在旁边好言相劝 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 可我们知道错了 一家人嘛 不要闹得这么僵 婶婶也只是关心你 就是方法不大对 我给你磕头道歉行不行 老爸冷哼一声 行了 别假惺惺的了 如果不是身边跟着人 丽娜差点就被人欺负了 最后还是奶奶出来打圆场 来都来了 好歹一起吃个饭 睡一晚再走 老爸还想说什么 可奶奶十分强势 容不得拒绝 我做主就这么定了 他白了一眼郭美美 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快去做饭 郭美美逼着头 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 没有动 虽然婚礼上闹得很难看 可郭美美和堂弟最后还是结婚了 因为彩礼已经花在了他弟弟身上 根本还不回来 虽然结了婚 可两人已经生了嫌隙 平时也总是磕磕绊绊的 初见时他虽然不是什么大美人 但也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如今就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 显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怀孕了还要干活 丽娜妈妈有些过意不去 怎么能让孕妇干活呢 我和丽娜去吧 婶婶立马说 这可不行 你们难得回来一次 是客人 哪能让客人动手 奶奶也帮枪 你们歇着去 他一个人就够了 说吧狠狠的瞪了一眼郭美美 还不快去 郭美美唯唯诺诺的去了厨房 我和老妈对视一眼 以往回家一直对我呼来喝去 一刻都见不得我闲着 难道他们真的赚了 可没等我细想 婶婶就说要带我们去房间休息 一打开房门就是一股刺鼻的味道 我和老妈不由皱起了眉头 婶婶陪着笑 有段时间没人住了 有股霉味 不过承担被套都是新的 你们躺下歇会吧 老妈客气的说 你也坐下来一起歇会吧 婶婶立马跳了起来 离床远远的 特意给你们铺的床 我就不坐了 知道你们城里人讲究 连毛巾也是新的 特意给你们准备的 放心用它洗脸呢 我和妈对视一眼 都感到了蹊跷 先是骗我们回来 还特地强调连老妈一起 又是不让我们进厨房 也不让我们和郭美美交流 再是给我们特意准备了新床单和毛巾 自己却很小心 碰都不碰一下 感觉是要把我们一家一网打尽 趁婶婶不注意 丽娜悄悄提醒老妈 吃的喝的还有床单和毛巾都别碰 我去看看他们家打的什么鬼主意 老妈心领神会 替丽娜牵制住了婶婶 我则以出门买熟食为借口 把郭美美带到了车里 丽娜开门见山 黄伟一家打算做什么 丽娜给了保镖一个眼神 两个五大三粗的保镖 立马一左一右 把郭美美夹在了中间 郭美美又惊又怕 可仍然强坐镇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只要你肯说 我就给你四十万 郭美美眼睛一亮 明显动了心 丽娜寻寻善用 这可是四十万 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钱 你可以拿着做任何事 漂亮衣服 化妆品 包包 想买多少买多少 像郭美美这种 生长在重男青女地区的女孩 对娘家而言 是给兄弟赚彩礼的工具 在婆家是当牛做马的劳动力 物质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 四十万不是小数目 她不可能不动心 郭美美咬了咬嘴唇 看样子在天人交战 丽娜决定下一季猛药 就算你不说 我大概也能猜到 是对我们一家不利的 是吧 你自己想想 嫁给黄伟以后 你过的是什么日子 她对你这么差 值得为她冒险吗 如果出了事 她肯定会把责任 全推在你身上 而且我告诉你 我爸已经立了遗嘱 如果她出了意外 就把所有财产 捐给慈善机构 就算她死了 黄伟也得不到一分钱 郭美美眼中 闪过一丝慌乱 片刻后终于开了头 我告诉了你 是不是就可以放过我 只要你交代得早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那自然没事 如果你知情不报 出了事 那我也就不拟 好 我说这段 录音可以证明 我都是被他们逼的 他们才是主谋 罗春芳一咬牙 拿出手机 放了一段录音 堂帝恶狠狠的说 记住 先杀伯母 再杀利娜 最后再杀大伯 这样财产才能多归奶奶 我弄来了白草窟 让她一家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美美 给他们娘俩饭菜里下毒 白草窟就让我来 可这是杀人啊 要偿命的 然后响起耳光 还有堂弟的咒骂声 你不干 今天就打死你 行 我来 放心 你怀着孩子 就算被警察抓了 也不会判你 等我一拿到财产 就全给小伟 到时候 你也可以跟着享福 录音戛然而止 我惊出一身冷汗 我妈和我先死 遗产由我爸继承 这样我爸再死 奶奶就可以得到全部财产 这家人心思歹毒 思维缜密 真是超出我的想象 我让保镖看住郭美美 一边报警 一边联系爸妈 赶紧离开那间屋子 幸运的是 老妈足够警惕 根本没碰家里任何东西 警察及时赶到 从床单 毛巾还有洗漱用品中 检查出来大量的白草窟 饭菜里也下了老鼠药 再加上郭美美的录音 证据确凿 叔叔一家对罪行 供认不讳 老妈小心翼翼的 问老爸什么打算 老爸回答的斩钉截铁 该怎么判怎么判 我绝不谅解 于是 堂弟作为杀人未遂的 主谋洗提劳犯 在我找的人的关照下 他在里面的处境 十分艰难 从范叔叔和婶婶 则在下毒过程中 不小心接触了白草窟 通过皮肤吸收中毒了 这两个人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在悔恨中痛苦的死去 奶奶因为年纪过大 居留所不收 于是被送到了 当地最好的精神病院 每个月的赡养费 交给了医护人员 好好照顾她 至于郭美美 则因为犯罪终止免除处罚 事情办妥以后 我按照之前答应过的 给了她四十万 之后 我特意去探望了奶奶 老太太精神很好 看见我就破口大骂 小贱人 看我不打死你 丽娜对着她轻声说 叔叔婶婶死了 堂弟在监狱里被打成了太监 郭美美今天做了流产手术 你心心念念的老皇家的根啊 断了 老太太愣住了 随后发出了一声 野兽般的哭嚎 我没有理她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精神病院 后来听说 老太太精神上真的出了问题 情绪激动 攻击性强 整天只能被捆在床上 凡事有因必有果 她也是自食其果了 嫂子 你会不会做饭呢 看你炒的菜 甜不甜咸不咸的 是人吃的吗 网上那么多教做菜的方法 你都不能用心学一学吗 再这样吃下去 我真的要吐了 小姑子 你再搞笑吧 甜着脸在我家白吃白喝白住 你还挑剔上了 嫌我做饭难吃 你倒是自己动手做啊 悠喝 说你两句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作为家庭主妇 让你提升下自己的厨艺 我也是为了你好 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你说我在你家白吃白喝 你可搞清楚了 这房子可是我哥的 况且我爸妈还住在这里 这里就是我哥和我爸妈的家 自然也是我的家 而你只是嫁到我家的媳妇 你要摆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在这个家里只有服从的份 我们让你做什么 你尽管照做就行了 不要妄想压我们一头 小姑子 我告诉你 从我嫁给你哥第一天开始 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才是那个需要摆正位置的外来者 当初你和你老公创业失败 把房子卖掉还贷款 你就脱家贷口 搬到娘家来住 这一住就是三年 作为嫂子 我凡事让着你 从来没说过什么难听话 让你们在这个家感觉不自在 而你却总喜欢没事找茬 我做好现成的饭给你吃 你还挑三拣四 既然这样 我还是请你离开 我家为好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 这里是我家 我愿意走就走 愿意来就来 我就是住这一辈子 你也管不着 还放我家的旧账 我家的是用得着你这个外人 闲吃罗不断操心吗 我才没闲功夫操心你家的事 你爸妈让你们一家三口 搬来与我们同住 我可怜 你们当初处境艰难 并没有反对 可没想到 你住进来之后 不仅不感激我的收留之恩 反倒用一副理所当然的主人姿态 处处排挤我 作为儿媳妇 我有义务赛养你的父母 但却没有责任养活你们全家 张月月 你以为自己有多大能耐吗 赚钱养家的是我哥 你居然好意思说是你给我爸妈养老 我哥天天早出晚归 大周末还在外面打工挣钱 你去在家养尊处优 连个饭都做不好 他这么辛苦地养着你 你不但没有丝毫感激 还欺负我这个做妹妹的 你就是这么暴打我哥的吗 下次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 不然我告到哥那里去 没你好果子吃 一旁的公婆只顾埋头吃饭 完全没有要替月月说话的意思 毕竟在他们心里 女儿永远都比儿媳妇重要 面对着刁蛮无礼的小姑子 和装聋作哑的公婆 月月费都要气炸了 看来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晚上老公回到家 老婆 你怎么了 脸色看起来怎么这么难看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老公敢欺负我老婆 我看是嫌命太长 活得不耐烦了 这还用问吗 除了你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还能有谁 你妹妹一家 已经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了 我已经忍让她够多了 但没想到 她一点不知道收敛 处处和我过不去 最使我不能接受的是 她仗着你父母的宠爱 把常年累月住在娘家 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 纠占雀巢 还以主人自居 真不知廉耻 我今天炒好菜 她故意挑刺 指着我的鼻子 对我腰三喝四 说我做饭的 就不是人能吃的 还命令我以后好好学做饭 我和她理论 她就张牙舞爪要吃人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了 一心一意为这个家付出 到头来还要受你妹妹的气 我图什么呀 老婆 小妹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 从小被爸妈惯坏了 再加上前些年生意失败 受了点打击 这脾气就变得捉摸不定 我现在也对她忌惮三分 咱爸妈都不敢招惹她 以后你也尽量少和她发生冲突 她说什么你就当没听见就行了 别和她计较了 王强 我以为告诉你了 你会站到我这边 没想到你和你爸妈一样 都偏谈你妹妹 她这么无理取闹 你就这样惯着吗 这是我的家 她一个嫁出去的人 有什么资格一直赖在我家不走 如果她足够通勤达理 能和我们和睦相处 我也不说什么 但她根本就没把我放眼里 在我家白吃白住不说 还处处跟我作对 我实在受够了 你赶紧让他们一家 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老婆 你别生气 生气伤身体 他俩当初创业投资太大 把房子都赔掉了 逼不得已才搬来咱家住的 现在他们也还没赚到买房的钱 我要是现在把他们赶出去 那不是让他们露宿街头吗 我毕竟是做大哥的 妹妹妹夫有困难 不能不帮啊 老婆 你就理解我一下吧 我理解你 谁理解我呢 你整天早出晚归不在家 你妹妹在家便招法刁难我 公婆看到了 也是默不作声 没有人关心我体谅我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委屈痛苦吗 难道我在自己家做事 还得捏手捏脚 看别人脸色吗 难道我做个啥事之前 还要先请示你妹妹吗 真是太可悲了 王强 你就是没责任 没担当的窝囊废 我真是脑子进水 才选择嫁给你 老婆 你说什么呢 是不是被我妹妹气糊涂了 咱俩结婚之后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都有你说了算 你就是我们家的女主人 我答应你 这几天我找机会尽力劝说 让妹妹一家搬出去住 你别生气了 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好 你是一个男人 希望你说到做到 只要他们愿意搬出去 就算我们出钱 给他们租房子都没问题 我实在是无法容忍 在和你妹同住一个屋檐下了 你赶快找机会和她说 越快越好 好的老婆 我这两天就找她谈 但是你也不能太着急了 毕竟他们也住了这么久了 我要是强迫他们搬走 我怕妹妹以后会恨我 所以你还是要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慢慢做通她的工作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 老公的劝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今天越越的女儿要上小学了 学校让家长带上户口本 为孩子办理入学登记 越越找到婆婆 妈 你把户口本拿给我 我要去给孩子办入学登记 去晚了就没有名额了 你快拿给我吧 不就是上个学吗 搞得还挺正式 这个学校没有名额 不是还有其他学校的吗 至于把你集成这样吗 这个学校离家近 今天就是报名截至最后一天 今天再不进行入学登记 以后你孙女就只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了 那样我接送孩子太不方便 明知道今天是截止日 那你怎么不提前办理呢 非等到火烧没毛了 才知道着急 对自己孩子的事都不上心 真不知道能指望你干啥 婆婆不情不愿拿出户口本地给越越 越下意识反感 竟然发现户口本上多了一个名字 婆婆 这是什么情况 我家只有三口人 这户口簿上怎么多出一个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给我家添了一口人 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张月月 你这是什么态度 敢这样没大没小对我讲话 你以为你算哪根葱啊 只要有我在 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我有什么好向你解释的 我外孙也是这个家的一员 我把他的名字登记在我家户口簿上 有什么问题 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妈 这户口本是我们一家的 你随随便便就把别人加进来 你这么做 就完全不考虑我和王强的感受 要不是你孙女上学需要 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糊弄下去 看来你根本就没把我当一家人 你一心只考虑你女儿的利益 你把你外孙的户口伤在我们家 以后我再要孩子怎么办 你少在这胡咧咧了 我为什么瞒着你 还不是因为你小肚鸡肠 知道你不会同意 只能先生你煮成熟饭了 前些年我闺女一家创业失败 走投无路了 连外孙上学都是难题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小外孙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 因为没有户口影响上学 你还是做舅妈的 也没必要计较这么多吧 这是你女儿家的事 况且有你女婿在 你瞎操什么心 把房子买在这里 就是为了我女儿落户方便 可你居然一声不吭 就把你外甥夹在我家户口上 试想以后和我女儿 争夺我家的房产吗 张月月 你说的什么屁话 平日里装出一副 人畜无害的样子 实际上内心比谁都狡诈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外孙能正常上学 谁稀罕和你争这套房 不过话说回来 这房子这么宽敞 我女儿一家三口住进来 也绰绰有余 你为什么三天两头 想赶他们出去 你的度量 为什么不能大一点 一家人住一起 热热闹闹 有什么不好 这房子 是我爸妈用一辈子 积蓄给我的陪假 你和公公是我老公的爸妈 我没有义务给你们养老 所以你们有资格 常年住在这里 但我没义务接纳你女儿一家 他们一家三口 在我家白吃白喝三年了 这就算了 你女儿还各种找茶挑刺 我这个做嫂子的 已经给予了他最大的包容和忍耐 王强也多次劝说 让他们搬走 但他们就是无动于衷 现在你又背着 我干这种事 那这次就麻烦你 让你闺女一家立即搬走 并且把你外孙的户口 也从我家迁出去 你们串通起来欺瞒我 我也没必要再对他们心词手软 你想赶走我女儿 除非你敢连我这个婆婆一起赶走 你真是无法无天了 敢拿户口的事 一直跟我纠缠不休 不就加了我外孙一个人吗 又没有把我女儿一家都加上 你有必要这样得了便宜 还卖乖吗 把我女儿一家赶走 你是想让他们露宿街头吗 这房子这么大 你不让他们住 难道是想让蛇鼠虫已来安家吗 还是想空着截蜘蛛网呢 他们就是住桥洞 我也管不着 这些年我们供他们家吃喝 相信妹夫也攒了不少钱 他们自然有办法生活 要不是你闺女天天没事找事 我也不会这么着急 赶走他们 别往我闺女身上扣屋盆子 想赶走我女儿 那你就先把我也赶走吧 到时候我也让街坊四邻都看看 你这个做媳妇的事 如何磕待公婆的 看到时候你还有没有脸 小姑子在我家一住就是三年 寄人篱下 她还端横八道 处处想压制我 让我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 我在自己家反而弄得我跟外人似的 你女儿的所作所行 你都看在眼里 但你却视而不见 你只关心你自己的女儿 完全不考虑我这个儿媳的感受 我女儿就这脾气 你是她的嫂子 难道还要和她计较这些小事吗 一家人在一起才热闹 现在你却要赶她全家走 你个没有良心的 看来只能怪我自己太心软 总以为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无所谓 我算是看透了 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外人 既然如此 我也没必要再做好人了 就在婆婆和月月争吵愈演愈烈时 小姑子突然回来 张月月 谁给你的胆子对我妈大呼小叫 看看你个泼妇样 还有没有一点当媳妇的样子 我父母还在呢 你有什么赶我们全家走 谁可以住在这套房子里 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至于我儿子的户口 是我让我妈瞒着你办理的 你有什么部分的 有本事冲我来 别冲我妈撒野 我当然做得了主 你要搞清楚 当初我要是不同意 你们住进来 你觉得你们能舒舒服服生活这三年吗 我对你们好 你又是怎么报答我的 白眼狼赶紧收拾你的东西 带上你全家从我家滚出去 我们一家在这房子里都住了三年了 早就住习惯了 你说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嘛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看最应该搬走的 是你这跟脚屎公还差不多 我房子是我爸妈给我的婚前陪嫁 公婆住在这里 我就当是替你哥尽孝 而你仗着你哥和你爸妈的关系 揪占雀巢 还想骑在我脖子上 耀武扬威 还被地里耍心机 把你儿子的户口迁到我家 你打什么算盘 我一清二楚 我警告你 带着你老公和儿子立刻搬出去 并且将你孩子的户口给我迁走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 更不会再纵容你们在我家白吃白喝 张月月 你听好了 这个家最没资格赶我走的就是你 只要我爸妈住在这里一天 我们全家就有权利一直住下去 我是我爸妈的亲女儿 我哥的亲妹妹 果肉血亲是你这个外人能比的吗 房子是你的陪家又怎样 你嫁给我哥 你的所有都是他的 作为他的妹妹 我就有资格在这套房子里当家做主 你再怎么争辩 这个房子都轮不到你来做主 既然我请你你不走 那就别怪我撕破脸到法院诉讼 你现在对我说话这么硬气 希望在法庭上也能继续保持 我再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你要选择接受现实 立刻搬走 我可以不计前嫌 否则我们就法庭见 我要让你们全家 把吃我的 用我的筒筒给我还回来 你要不相信 我们就走着瞧 就你这德行能嫁给我哥 就是你家祖上冒清烟了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还这样对待他的亲妹妹 我哥不会放过你的 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 那我就让你看看 在这个家究竟是谁说了算 小姑子的肆意挑衅 让月月果断向法院提起诉讼 不出所料月月最终胜诉 小姑子全家被强制驱逐出月月家门 从此流浪街头 过着一不避体十不饱腹的日子 小姑子为自己的无赖和蛮横 付出了惨痛的 老公 你休息了吗 我们能聊聊吗 老婆 我刚从工地上回来 好累啊 正准备睡觉呢 这样啊 老公你辛苦了 我也是刚忙完家务 我看孩子睡着了 所以想找你聊聊天 那正好 我也很想跟你聊一聊 但平时晚上我们下班都比较晚 睡觉的时候想跟你们聊 又怕打扰到你跟孩子休息 老公 这么晚了 要不你还是休息吧 明天一大早你还要上班呢 老婆没事的 有什么事 你直接说就行 哎 还是以后再说吧 老婆 你就说吧 我们少聊一会 十二点就睡觉 好吧 老公 我想问问你 你什么时候才能放假呀 怎么了老婆 哎 我想离婚了 什么 为什么呀 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 不是 你想多了 你对我很好 只是你常年在外地打工 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 我觉得有没有老公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些年来 我觉得好累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家里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也帮不上我什么忙 记得上次 半夜孩子发烧 半夜三更的 我背着孩子去输液 你知道一个女人大晚上的 有多难吗 还有一次 爸爸严重感冒 我带他到医院看病照顾他 记得夜才输了半瓶 儿子他们班主任突然打来电话 说是要我立刻去学校开家长会 诸如此类的家庭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 我在家里面许多时候想想真的是很无助呀 老公我真的很累很累了 咱们还是离婚吧 哎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离了吧 房子车子孩子都归你 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吗 对 我什么都不要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要求 那你说来听听 我也归你 我就这一个要求 不过分吧 你去哪我就去哪 这样行吧 讨厌 每次一跟你说正事 你就嬉皮笑脸的 不说了 明天我要走了 去哪里啊 带孩子去我爸妈那里住一段时间 老婆 明天我就放假回家了 你等着我 我们一起去你爸妈那里吧 明天的车票我都买好了 还有这个月的工资发了一万五 我给你转过去 你给咱爸妈买些营养品 到时一起带过去 哎 问你个问题吧 老婆你说 为什么我们每次吵架 你都是先跟我低头 哪怕是我的错 你也是哄着我 惯着我 傻瓜 因为你是我的老婆 我不惯着你 还能惯着谁啊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 本来就很辛苦 平时还要照顾咱爸妈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够你烦心的了 我在外面 虽然苦是苦了点 但不用考虑 那么多的烦心事 每天只要按时出工 然后就是吃饭睡觉 就那么简单 而你一年365天 都在默默的 为我们这个家付出 你有时候受点委屈 或者压力大的时候 跟我诉诉苦 出出气 我都不能理解的话 那我还配做你的老公吗 只有你在家里面 过得顺心了 我才会开心的 你伤心难过的话 我在外面会比你更难过的 只有你顺心 我在这边 也才会安心踏实的工作 俗话说的好 家和才能万事心 老婆 我说的对不对 老公 谢谢你 这辈子能遇到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爱你 不过老公 我还有个问题 要问你 可以吗 老婆 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说 为什么我提出离婚二字 你也不发脾气 也不愿望 我都感觉 我做的有点过头了 老婆 我还是那句话 只因你是我的老婆 你每当心情不好 都会说出一些 言不由衷的话 我知道离婚 并不是你的本意 你就是想对我撒撒娇 埋怨埋怨罢了 我们本就应该 相互理解 惺惺相惜的 如果我真的 同意离婚的话 那还不得伤痛你的心啊 老婆 我这辈子最舍不得的 只有你啊 老公 你真的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 用什么言词来表达了 老婆 不用说了 明天晚上 我就到家了 你准备准备 等我到了 我们直接去你爸妈那里 好的老公 那我去车站接你 好久没见 我都想你了 你上班那么累 还要坐那么久的车 回家先好好休息休息 等你休息好了 我们再一起去见爸妈 好 就听老婆带着你的 看你 还是那么贫嘴 好了 不跟你讲了 赶紧睡觉吧 明天早点回来 晚安 大家看完这对夫妻的对话 有没有什么感受 你们觉得 这对夫妻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支持他们的 就给个免费的小信心吧 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